部长贺陈旦等主席李招吉文昆哲 11月28日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 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审查 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交通部公路总局及所属单位预算 决议一 委员于协商中请交通部提报之事项 请尽数以书面答复本会委员及本会 二 交通部公路总局及所属单位预算处理完毕 审查结果 因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142项 公路总局及所属32亿3609万3千元兆列 第三款规费收入第112项公路总局及所属原列43亿 5093万1千元增列行政规费收入1500万元改列为43亿 6593万1千元 第四款财产收入第161项公路总局及所属2亿760万6千元兆列 第七款其他收入第158项公路总局及所属7661万元兆列 二 税数部分第14款交通部主管第6项公路总局及所属原列 525亿4889万3千元兆列 基本行政工作维持50万元 公路及监理业务管理4230万元 公路建设及改善计划2亿5000万元 科目均自行调整共计简列2亿9280万元改列为522亿5609万3千元 本项通过决议75项另有委员提案9万不予处理 12月1日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交通部主管预算未审查完均部分 决议1交通部单位预算处理完毕 2本会主审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关于交通部预算部分均以审查完均 3理据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时由本会召集委员李坤泽及陈雪生补充说明 占保留之预算及提案审查结果 2岁出部分第14款交通部主管第一项 交通部原列537亿8837万6千元 第12幕第一节铁路建设计划向下 轨道技术研究计验证中心计划 4810万元保留送院会处理 简列第6幕第一节路政管理向下 智慧运输系统发展建设计划2000万元 联同元第10次全体委员会议审查结果 共计简列3亿965万5千元 占改列为534亿7872万1千元 本项提案8案保留送院会处理 本项通过决议9项散会宣论完毕 好请问各位委员对议事录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议事录确定 现在介绍在场委员 第一位我们李坤泽召集委员 郑宝钦委员 陈欧博委员 叶宇金委员 我们介绍在场列席官员 交通部我们贺程部长 请坐谢谢 杭政司陈静生司长 谢谢会计处洪玉芬处长 谢谢人事处林能静处长 总务师陈玉文专门委员 谢谢港务局 航港局协委局局长 谢谢请坐 主题是林秀柱主任 港务组老志平组长 计划组许唐修组长 航务组刘德财组长 谢谢 航安组在同仁副组长 传播组 陶智利组长 谢谢 传言组刘佩荣副组长 好在后面没关系 秘书是许怀平主任 好谢谢 知据是余建勋主任 谢谢 北部航空中心刘志宏主任 中部航空中心 邱千文主任 南部航空中心吴中进主任 谢谢 东部航空中心 陈宝如副主任 好谢谢 台湾港务有限公司吴蒙芬董事长 也是我们老次长 郭天贵总经理 好谢谢 行政副总经理刘思忠先生 好谢谢 业务陈少良副总经理 好谢谢 财务处资争处长陈树芳 谢谢 业务处郭副处长 好谢谢 行销运筹处张处长 好谢谢 企划处苏建荣处长 好谢谢 工程处王处长 好谢谢 谢谢 王锦龙处长 会计处朱碧玉处长 谢谢 基隆港务分公司的蔡副总经理 谢谢 台中港务公司中副总经理 谢谢 高雄港务公司张副总经理 好谢谢 花联港务公司的洛副总经理 好谢谢 看到了 台湾港务港勤股份有限公司 黄国英董事长 好请坐谢谢 行政院主题处林秀春科长 好请议事员宣读讨论事项的暗游 一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附属单位预算 非营业部分 关于江东部主管 航港建设基金预算 二审查106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 附属单位预算 营业部分 关于江东部主管 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预算 以上合并寻达分开处理 宣诺完毕 好请 交通部贺程部长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应邀列席贵委员会 就本部主管航港建设基金 台湾港务公司 及其子公司106年度预算 提出报告 深感荣幸 为使台湾国际商港 能成为亚太海运枢纽 积极拓展自由港区 国际运筹实力 并兼顾国内商港发展 客户运及观光 本部耿续运用 航港建设基金 推动各项重大建设 其能建设更完备 优质的港富环境 并配合各商港发展定位 将有限资源做最大利用 因应国际港口竞争 及船舶大型化趋势 港务公司致力于 港富核心事业推展 实施客制化行销奖励措施 及推广自由贸易港区 多元业务 同时 结合地方政府 发展水岸油气港观光 并开拓国际邮轮市场 配合国家政策 推行离岸风力发电 以及拓展东南亚布局 朝跨领域 整合目标运作 有关106年度 业务计划及预算编列情形 请航港局 谢局长 及港务公司 吴董事长 向各位委员提出报告及说明 敬请各位委员 会与支持 谢谢 请航港局 谢局长 报告 主席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应邀列席贵委员会 就106年度 航港建设基金 附属单位预算编列情形 提出报告 首先对于各委员 平日对各项业务的支持与指教 表示感谢 航港建设基金 是原来台湾省政府 所属交通建设基金 与码头工人退休离职基金 减并成立 属预算法第四条 所定的特别收入基金 会配合航港体制改革 从102年度起 由本局管理 台湾地区 随着大陆地区经济起飞 东南亚逐渐崛起 面临全球各港竞争激烈 与港部运量成长有限情况 为了发展更强盛的海运实力 透过航港体制改革 以增加各三港装卸 吞土能量 提高港口对外竞争力 持续迈向全球卓越港部发展 与永续经营 以下就本基金106年度业务计划重点 跟预算编列的情形 向贵委员会提出简要报告 第一个是国际三港港部建设计划 办理国际三港的公共基础设施 包含基隆 输澳台北台中 高雄安平花莲 国际三港区域内 各项防波堤 航道回船池 驻航设施 公共道路及自由贸易港区的 资讯门哨管制设施等 三港公共基础设施 并依三港法第十条规定 由本局委托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办理 106年度计划重点 包括积极推动高雄港 洲际货柜中心二期工程计划 第四货柜中心拓建 台北港南码头区 及物流仓促区 填海造地等重大港部建设计划 希望能够建构良好的公共设施基础 以提升港口对外竞争力 增加国际能见度 落实港部永续经营发展的目标 第二部分是国内三港港部建设计划 近年来亚洲区邮轮市场持续成长 而台湾位于东南亚 跟东北亚的交汇点 地理位置为客运及航运的枢纽 非常具有发展邮轮产业的实力 而部队跟游艇国内三港除了维持 离岛基本货运需求外 也朝向强化客运设施及观光游戏发展为主 并活化港区既有土地资源 106年计划重点 包含办理各项客运码头 后线设施 调整改善工程 以其满足旅客的基本需求 另外积极推动专用区公共设施 布袋小型船渠研建工程 客运服务区设施改善工程等 来持续带动 香港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三个部分是106年度预算便利的情形 基金来源及用途 基金来源86亿6708元 较上年度预算增加了5939万4千元 这里面包含了 一 征收及依法分配收入63亿余元 第二个是财产收入23亿5000余元 第二个部分是基金用途 是97亿5000余元 较上年度预算数减少了22亿2800余元 这里面项目包含第一个是港湾建设计划 有21亿9千余元 较上年度增加了3亿7千万余元 这个包括了基隆港区 台中港区 高雄港区 高雄港区包含安平港 布袋跟澎湖 另外还有花联港区 还有其他9亿多 第二个部分是高雄港和安平港 101到105年实质建设计划 航港建设基金办理部分有5亿3千多万余元 这里面包含高雄港连外高价道路计划 高雄港洲际二期第二期工程 高雄港及安平港区码头及相关设施整建工程 第三台湾国际三港未来发展计划 106到110年 航港建设基金办理的部分有7亿1千8百万余元 那么第四个部分是台湾国内三港未来发展计划 106到110年 这里面包含澎湖的港区建设计划 4千万元 另外在布袋港户建设计划有2亿350万元 在一般行政管理计划有12亿5千8百万余元 是办理本基金行政业务所需经费 较上年度增加1600余万元 第七个是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306万元 本期短处基金来源及用途相抵以后 即短处10亿8千余万元 本年度结缴国库11亿2千9百万余元 期末基金余额113亿4千6百万余元 预计执行的绩效 本基金将积极办理国际及国内三港建设计划 整合各港资源来创造优质的经营环境 改善港区周边道路交通串联 周边观光资源来供促港部周边地区的经济与产业发展 以增进港市共融 并扩增营运机力及物流机力来强化 后会中心场地使用的机能 来提升我国际商港的竞争力 构建台湾港群成为亚太海运的一个枢纽 结语本基金106年度预算的筹编 是以完善港部公共基础设施 及达成基金创设目的为原则 同时配合香港未来发展及建设计划 编列预算推动各项重大港部建设 将有限资源做最有效的运用 使我国港部持续发展跟永续经营 并有效提升商港服务能量及品质 敬请各位委员会议支持与指教 谢谢 请港部公司吴董事长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蒙芬应邀列席贵委员会 就台湾港部公司106年度 营业预算编列情形提出报告 倍感荣幸 首先对各位委员平日 对于各项港户工作的支持与指教 特别在此表示最大的感谢的意识 港户公司以企业化的经营思维 及港群的观念统筹各港发展定位 实质建设以经营管理计划 同时配合行政院106年度 港户相关的施政方针 提升自由港区物联网及跨境连结 建立便捷转口运作机制 营造优质营运环境 强化单一窗口及招商服务 提升智慧应酬海空产业竞争力 及推动国家离岸风力发展政策 建构完善港户设施 提供多元港站服务 以专业 创新 国际观为核心价值 结合仓储物流 观光旅运 物业管理等多角化经营 厚实港户营运能量 强化顾客关系管理 并配合旅行企业社会责任 及推动立社港户计划 提升公司经营的效能 及整体竞争力 以下请就本公司106年度 议算向各位委员提出简要报告 尽请各位委员不吝指教 以支持 圆满完成任务 一 106年度 营业议算编列情形 本公司本年度议算编制 系依据行政院班之 实证方针 及国营事业计划总纲 及相关的这个编列作业手册办理 其中议算 收入议算续配合 整体经济发展情势 及依照核定之港户费率估列 知识议算则横着实际需要 本尊杰原则 与议算执行灵力编列 仅将行政院核列的情形 分市如初 一 业务计划 营运量 挂抚一 停泊业务 本年度议计目标 为310万稍10 较上年度增加 10万稍10 增加力为3.3% 挂抚二 亿传业务 本年度议计目标为6.9万小时 较上年度议算 减少0.4万小时 减少力为5.5% 跨抚三 装卸业务 本年度议计目标为7亿 9532万寄费顿 较上年度议算 增加2万寄费顿 增加力为 千分之0.3% 那么第四 挂抚市 仓储业务 本年度议计目标为1亿 4808万 炎日盾 较上年度议算 增加3427万 炎日盾 增加力为30.1% 挂抚五五 开花投资 本年度议计目标为16万平方公尺 较上年度议算 增加12万平方公尺 增加力为3倍 百分之300 二 本年度合并 营业收支及盈余 跨五一 营业总收入 本年度编列212亿 3836万6千元 较上年度议算 减少4283万7千元 跨五二 营业总支出 不含所得税费用 本年度编列144亿 1445万8千元 较上年度议算 减少1亿 5028万8千元 跨五三 税费净利 本年度税费净利 68亿 2390万8千元 较上年度 增加1亿 745万1千元 三 盈余分配 本年度合并 税费净利为 68亿 2390万8千元 本期净利为 56亿 1377万1千元 以10% 提列法定公积 5亿6131万2千元 后分别 115% 提列特别公积 7亿5777万1千元 18% 分配港口所在之直辖市县市政府 9亿932万5千元 30%分配港建设基金 15亿1554万2千元 37% 波付关系红利 18亿6916万8千元 4 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本年度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 编列 82亿9548万5千元 括号1 专案计划 编列48亿 3591万1千元 项目说明如下 1 继续计划 括号1 基隆港 台北港 苏澳港之港区码头及相关设施 新建工程计划 投资总额为 30亿 2300万元 本年度 续编列 9000万元 2 高雄港客运专期建设计划 投资总额为 45亿1700万元 本年度 续编列 5亿5000万元 3 高雄港 洲际中心 第二期工程计划 投资总额为 120亿 2506万元 本年度续编 23亿 9275万 2000元 4 高雄港及安平港港区码头及相关设施 整建工程计划 投资总额为 21亿 1252万2000元 本年度续编 6015万9000元 二 新兴计划 台湾国际 三港 营运设施 实质建设计划 投资总额为 143亿 1347万元 本年度 编列 17亿 4300万元 高雄二 一般建筑 及设备 计划 编列 34亿 5957万4千元 那么 框湖山 资金来源 营运资金 82亿 9548万5千元 二 结语 展望未来 本公司 能将持续以 强化本月 开创新局 多元经营 增育营收 组织变革 专业服务 的经营策略 及 后职 港口根基 强化营运效能 港户业务深化 油气事业开拓 多元资产管理 组织 人力优化 等营业方针 规划各项工程建设计划 及 业务透软计划 提供业者 最优质的服务 同时透过多角化 与国际化 积极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朝向优质全方位的 国际港户集团迈进 以早日达成 以创新为核心 走向世界 成为全球卓越港户 经营集团的 发展愿景 敬请各位委员 会议 支持与指教 谢谢 好 现在进行寻达 先宣告以下四项 寻达时间 本会委员8加2分钟 其他委员会委员4加1分钟 暂定10点30分 休息10分钟 委员发言登记10点钟截止 各位委员如果有提案的话 请在10点钟以前 提出来以便议事员会论 我们中午原则上不休息 现在请发言第一位的 陈欧博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请邀请交通部贺程部长 请贺程师陈市长 韩港局谢局长 以及台湾港公司吴董市长 港公司吴董市长 陈委员好 部长 各位首长大家好 今天有四个大的 指题 跟 跟部长跟相关的人员来做个讨论 首先请 部长跟局长还有董事长看一下 这张是国际的油价 这个历年来的一个趋势图 第二张 这张是VDI 就是波罗迪海的 这个航运的 这个航价的一个 指数 印价指数 那如果我们把这两张图做一个套叠 那我们 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来 他们联动性是非常高的 那 也就是说 原油价格的历史走势呢 VDI的印价指数呢 是相联动的 当这个油价的这个价格高的时候呢 它的VDI的印价指数也会高 低的时候更低啦 那 那 未来啦 专家预测 每桶这个原油大概是40到50美元 那是在这个中间在去当地整理 未来 那 那 我们 VDI的印价指数呢 是比较疲软的 那 因为国际航商的恶劣竞争呢 曾经跌破到 这个290点 那跟着韓国的韓进公司倒闭呢 现在因为 现在倒闭结果呢 比较趋于稳定啦 那 未来预测呢 VDI的指数大概是1500到700左右 好 那我想请教一下 那个 由这两个图来看 我们阳明海运大概什么时候呢 才能够损益平衡 才能够停止 这个这样的继续的亏损 VDI大概指数多少时候 我们大概可以 做这样的判断 我想 这部分 我们让杭政司来先给您做说明 我等一下再跟你 这个我有答案啦 我先跟你讲 那请看下一张 过去2009年到2016年的上半年 我们是 卢翁海董事长亏损了338.1亿 那这么大的亏损 我已经讲了一年半了 我们都没有做处理 所以继续亏损 那大家看出 从这个图呢 这个是VDI的指数 然后看看它的损益呢 所以当那个我们交通部 王次长说到说 如果我们政府进行纾困呢 600亿之后呢 我们一年将可以这个攀平 二年之后可以开始获利 我真的蛮存疑的 所以我公开反对 我也打电话 第一时间我就打电话给 给这个王次长 这个是行政院在11月15号开的那个会议呢 就这样的一个决定 就说 有国发会呢 有600亿的中长期融资资金呢 将专门提供给航运业第一例融资之用 这个是行政院通过的一个部分 那我觉得蛮遗憾的 如果要拯救阳明 我在这里我沉重的提出一个想法 三个想法 那是不是得当 请大家讨论一下 我觉得要同时思考台湾整个航运的一个竞争力的问题 那我觉得要救阳明 要下两道盟要 第一个是重整 就是公司的自救 第二个是合并 就是要政府强力的去干预 不能任由他 亏损 我们无动于衷 这阳明才有未来 那我从报纸上知道 我们董事长有宣誓 这个副总经理以上减薪五成 协力及主管减薪三成 那我算一下大概一年可以省三千万 这样的只有宣誓的意义 效果有限 决心也不足 所以我具体建议 如果没有 没有引力的话 董事长跟总经理免资薪 第二点 我具体建议 阳明海域每年五千多万的公关会 全部删除 全世界哪一个国家国营公司 一年花了五千多万的公关费用 搞成这个样子 第三个 要立即整顿能力 提高效力 比照万海航空公司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航商 进行裁员 至少才十分之一 我们现在阳明海域的五千多个员工 才五百个以上 我觉得这个是内部的一个重整 如果没有下定这个决心的话 不可能 这个公司不可能有救 如果说我们政府 继续丢钱下去的话 肉包子打狗 真的是没有用 这个无敌的全坑 第二点 我提供其他国家 人家怎么拯救他们的航运 的经验给你们看 第一个 同质合并 就是要扩大规模 中国跟日本都有这样成功的 我上次已经说过了 中国的这个中远跟中海合并就很成功 日本有三家公司也合并 相当的成功 那这个我需要你们去考虑一下 同质的合并 就是同样性质的航运公司合并 韓国当然是失败 因为韓进公司倒闭 因为他们内部的意见没办法整合 分类分类太大了 之前我提过 长龙跟阳明合并的可能性 当然大家讲说 阳明有很大的关股 那长龙是失忍的 合并上有困难 我只提供你们参考了 如果要救阳明的话 这个可以考虑 第二个我谈到一个 抑制合并 发挥它的中午效果 阳明现在还能是33%的 是我们的关股 那港湾港股是100% 好 这个是全世界 这个 20大的航商 2008年的损益的状况 那我们发现到 前五大几乎都赚钱 前五大都赚钱了 如果我们把长龙跟阳明合并的话 变成全世界第四大 有可能转亏为盈 好 接着呢 我再跟 跟那个 那个说明 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韩津在这里 韩津现在 当然已经 因为合并没有成功 所以下来 我是建立部长 这个方面你可以思考 那国外有很多意志合并成功的例子 接下来 中东的卡达 海印公司跟卡达的港务管理公司 合资成立这家公司 经营国外的新港 那卡达政府同时鼓励民营的公司呢 经营国内的码头 那这个路透丹 欧洲的港务公司跟印尼签约 合作新建 瓜拉丹容的港的这个港 还有以及这个亚夏岛的码头扩建 那 釜山港湾公司 釜山港湾公司 到国外投资 之前 这个都有增加收益 香港他们 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香港政府在设置新的 香港海市级港口委员会 透过这个扩充码头跟国外找新的基点 我们现在在发展新南向 我们台湾港湾公司 如果能够跟我们的阳明海印 合作成立一个公司 带领我们台湾的航运业 大大小小的出去外面打天下 或许可以为台湾 打出一个活路出来 好 接下来我要谈第二题 第二个 很了解的一个议题 就是奖励纾困方案要扩起民营 港部的业者 这个 在上个月 11月15号的时候 我们有提出这样 行政院有提出这样的一个 纾困及促进产业升级措施的方案 第一则就是港务 业务费要跟港头 码头使用费要折减 结果呢 我们港务公司呢 11月15号 行政院指示 结果我们港务公司 11月21号就马上打 打行政院的脸 说 又以全球经济不景气 港付费力无法调整 那个 废后我今天 废后我请部长 请两位局长 市长跟局长 讨论一下 港务公司这样讲对吗 好 再过来 好 接下来我讲 部长 这个是很有因素的问题 啦 国营事业亏损年年 前金银层级的全身而退 来 由国家来买单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世界 要钱银索困可以 先建立金银投资 是责任追究的制度 要针对相关责任人 及时问责 塑及既往 终身追究 追究 追究他的责任 塑及既往 终身追责 之前 陽明错误的 结设的错误 这个 已经造成很大的弥补了 那我们港务公司呢 也没有审慎的评估 滥用190亿 韩港建设基金 新建高雄地区 貨櫃中心 已经变成一个深水的 蚊子码头了 我们政府 机关尤其港务公司 也不能这样浪费 再过来 第四点我提到 韩港基金呢 它的公平正当性受质疑 应该先查候审 也就是说 我们的韩港基金 到89年呢 执行已经完毕了 这些规定款 现在仍然在超收当中 超收的情形流向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 98年到101年 3月1号之前呢 原来的港务局的时代呢 流入航港建设基金 应该尽速归还给民民业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101年3月1号之后 是不是有变成一个 香港的服务会 流入港务公司 变相成为 港务公司引领的收入不当得利 这个 请查一下 因为我要资料你们不给我 所以拜托你们查一下 这个相关的叶子 他们都有成型 来 最后一点 抱歉主席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我想说 部长今天没有给你答复 我已经提了一年半了 当然是你现在才才半年 针对 航印的事情 杨敏也好 港务公司行 我里里在那边提出 提出呼吁 但是呢我们 好像这个国家好像麻痹了 我们这个国家好像麻痹了 所以 如果要继续 投入600亿的纾困 我个人反对 我个人反对 当然反对无效啦 但是我要让钱敏知道 我们 杨敏海域是怎么 怎么经营一个公司 我们台湾港务公司 是怎么样经营一个公司 我们家商部 怎么办 摆烂 我们行政人员都可以不管 继续投资钱 我觉得这个是 是可忍是不可忍啊 讲了一年半了 到现在都无动于衷啊 主席可以 我们两句话 跟委员报告吗 好 请坐 第一个有关您刚才一共五点指示 我想我们一定来参考研究办理 关于这个 究责的部分呢 我们已经成立一个专案的小组 也请外面的专家 有发现任何的值得疑问的事情 我们就会进一步处理 那么第二 有关这个纾困的部分 其实这个不是杨敏单独的这样去受惠 其实是整体的航运界 那这个整整体航运界 它有很多该去救济的方式 杨敏确实可以在业务上面先和港务公司展开 向南向的处理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在办理了 谢谢 公司整顿要不要经理 公司有在整顿 对 我刚刚提了三项给你做参考 这个都是有魄力的一个 对 那个我们都会入办 我刚刚就说先从究责部分 跟我们像业务的拓展上面 已经开始了 谢谢 那个我提供一下 其实经营这个博影事业 真的没有把自己当做自己的事业来经营的话 这个人是不能用的 了解了解 不是先让他们享福 也不是先让他们领高薪 都没有责任 这样不对了 了解了解 一定的 谢谢 好 请郑保金委员发言 主席我请部长还有陈司长还有陈董事长 好 请部长 部長我們現在都把它歸咎於說這個航運的不景氣對不對 所以才嚴重虧損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整體環境是確實不利 沒有啦 部長 要找理由都找100個不用找1個 這明明是管理不善 我們看2016年剛剛提出來那個報告 2015年裡面 賺錢的公司前十大 後面小公司不要講 前十大裡面他們賺了3000多億 虧錢加起來就虧掉1000億 這是航運不景氣嗎 他整體有些是用併購的手段 其實整個市場是在被扭曲的狀態 我們如果是找理由都可以找很多 管理不善是最大的原因 剛剛提到講公關會一年5000萬 部長你一年的公關會多少 我沒有注意 你不知道多少 來 主委不是說 部長公關一年多少 特資費多少 多少 特別費是吧 只有幾萬塊而已 只有幾萬塊而已 補長你的特資費幾萬塊 人家一家公司特資費5000萬 我都瞭解他那個公關費恐怕跟一般的定義不是完全一樣 不過今天沒有機會讓他們說明 我們日後補資料 好 補資料給我 來 部長 所以我想要加強管理 公司會虧錢都跟管理有關 就是要開延接流 想辦法提升效率這樣而已 是 沒有什麼其他竅門 好來 我請問你一下 這個 蔡川熱線以後 後續會有什麼樣的情況發生 這部長你的看法 我想雙方會 互相在信任之下 多多合作 多多合作 那麼這個 中國大陸抗議說 為什麼跟蔡英文通電話 沒有告訴中國 我想這個事情是 台灣和美國中間 這個友誼的進行 跟中國他們的要不要去過問 可能沒有關聯吧 今天那個川普在推特上面 講了一種很重的話 他說你中國人民幣要貶值 也沒有告訴我 你要南海擴進也沒有告訴我 打他們所有的下面的什麼 副總統啊 國務卿的人 他們講說 這只是一個形式上的一個 一個恭喜而已 但是他不是這樣講 所以部長 我現在跟你這不是主題 最重要的主題就是說 欸 他們現在運輸部長 是台灣出身的趙小蘭對不對 是 之前你跟他有沒有試交 他有來拜訪過蔡英文嗎 據報載應該是有 他最近因為他父親 和他同時獲得 海洋大學的榮譽博士 是 所以有來到台灣 有沒有跟他有沒有互動 互動 欸 他在海洋大學的頒獎典禮的時候 我有機會過去 是 有沒有談到這個兩岸之間 有沒有談到這個台美之間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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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運的這個溝通 沒有 會不會 會不會在這方面多開一點 航點 或者航線 沒有談到這個方面的事情 因為當時其實 或者航班 純粹他等於是 婦女兩人的個人 的一個旅遊 那會不會利用這個機會 因為他又是胎級嘛 對他一定比較友善 有沒有機會 多跟美國多開一點航班 航線 我想整體的合作 我們當然是預期在 這個雙方的領袖 有這樣的一個善意之後 我們盡量來爭取 好 我們希望朝這方向發展 那昨天那個捷運出刊 是 有沒有發現什麼大問題 目前我的了解應該是 沒有什麼特別大的 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麼 當然重要的還是在旅刊的時候 更多的這個 外界的專家來給我們的指教 我們再來做調整 旅刊會做哪一方面的測試 旅刊會做什麼樣的測試 旅刊其實是要看這個 旅刊委員他會出題目啦 那麼我們現在也不能夠 隨便預測 那麼也許會自營運方面 也許是一些 土建的一些 設計上面的說明 會不會對行李的運送做 做做做 有可能他會在這個上面 當成是 壓力 對他可能會把這個 當成是一個檢驗 看我們的成熟度 就是出入人口的 最大化來做檢驗 會不會 那這樣看起來 照部長的出顧 會不會有問題 我想我們的出刊委員 也都是非常內行 所以他們對我們的這個評價 應該可以給旅刊委員更大的信心 那我也認為這樣子的話 應該在 後面的 呃 刊驗的動作應該會順利 會順利 那這樣如果兩個都順利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通車 呃 在這個時候 雖然我們認為會順利 我們還是不能夠 替委員來判斷 他們同意的時程 但是部長 你要所以我想這個時候 比較不方便講 你上次講說二月 你講說上半年的上半年 就我們處長之外講說是 王次長喔 他講是二月到三月之間 就可以通車 你你的看法呢 我想我還是樂觀的期待 上半年的上半年 上半年上半年 會不會再提早 會不會提早 我們樂觀這樣看待 我們努力 會不會這樣二月之前 二月之前 二月之前 我們我們來 我們來努力看看 來努力看看 好不好 不要拖太久 因為人民對這個實在講 呃 感覺到 假壞 拖太久了 那我再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那個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 一半登機啊 我們這個 一半登機 就是可能在台北站 或者在 這個 桃園站 他就可以掛行李 對不對 那這掛行李 為什麼只有兩家在辦理 只有華航跟長榮 我是不是讓 杭政司 杭政司來報告 是 委員好 那原來是有 呃 三家啦 那復興因為最近的狀況 大概他已經退出了 你知道香港幾家辦知道嗎 呃 香港好像 香港有65家在辦 他是相關 有聯合在一起 對 65家辦啊 那會不會有想辦法把這個擴散 增加更多航空公司 像很多這個國際大的航空公司都可以辦啊 呃 機場公司在這一塊是有協調 有醫院的業者到最後就是 呃 原來是國籍的就有三家 那其實是 呃 未來這個委員建議是一個方向啊 就是說 相關呃 呃 包括他的代理 都可以一起進來 呃 在這個A1的City Check In 就可以來辦這個預辦登機的工作 未來的方向應該是這樣子 對 我想啊這個 還有請教一下部長 為什麼我們兩年之後要收錢 人家外面的 一登機都不要收錢 為什麼我們要收錢 呃 對所以我們應該 來以服務的角度 我們再來檢視他真正實施以後的情況 對我們希望能夠重新考量 是 還有那個陶傑 現在從台北到陶宛是160塊嘛對不對 呃 據報載我都了解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會不會太貴 部長我們來評估一下 呃 我想 相關的這個評估 呃 幕僚單位簽上來 我們再來做整體考慮 我看起來是 東京70公里收700塊台幣啦 所有是說是他們是58公里收240 香港是35公里收400億 我們台灣收160 應該是算合理吧 對應該他因為這個整個機場捷運 他的服務比較是有兼顧 這個機場快鐵和那個一般的城市捷運 可能在整個成本上應該務實考慮 好 我請問一下 營建署欠我們交通部欠了4億 他們現在一年就變850萬 部長有沒有去反應 有沒有 我 是不是我讓這個是航港局 航港局 我請航港局說明一下 航港局有沒有 還剩4億都什麼時候會還 呃 準備在106跟107兩個年度 要還 還對不對 好 我們希望能夠趕快吹討啦 來 我請問一下台北港來 要辦一個清水的油氣區是吧 是的 結果我們發現到裡面大量垃圾 就清垃圾要花掉六七億啊 這個垃圾是99年 這個因為辦理那個地方的護腕工程 會不會再繼續做 才發現 會不會繼續做 這個計畫會不會繼續執行 會繼續做 會繼續做 我看到你們要配合旁邊的這個什麼 八仙樂園來做油氣歧視有嗎 公務員報告這個跟八仙樂園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齁 因為他們已經關掉了兩年 純粹是在港區裡面 在港區裡面是吧 是的 好 然後再請問一下那個台北港 台北港不是有這個兩岸交通的新選擇嗎 有在做嗎 就是海峽輪跟這個所謂的這個利納輪 有在做嗎 報告委員有在做 我看不是很認真在做的 有我們很積極的 不是海峽輪在休息的嗎 不是在維修的嗎 在故障在維修 對啊 那剩下利納輪 利納輪他本來一天 他一輛輪船可以載700人 現在只有載100人你知道嗎 這個我們再來POMO一下 不是POMO 我認為不用心 那邊既沒有接駁車也沒有停車場 有停車場 那我們還會增加停車場 我們還會增加停車場 我們詳細的數字在提供給委員 我們會再增加停車 我認為是交通要變級好不好 是 要接駁車人家才NG做嘛 老闆說我看到從台北港到 目前平均每燒是大概280個人 到中國就三個多小時就到了 280個人 現在每燒平均大概280個人 好 好 我們希望能夠 該做事你就要趕快做了好不好 是 好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好啦 好 下面請李坤澤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主席請一下部長 好請部長 謝局長 謝局長 還有 吳董事長 郭總經理 郭總經理 好 林委員好 部長你好 現在附近航空解散之後 航權收回 那接下來收回之後 就是要公告跟封閉航權 這個相關的程序 是 那你現在了解的狀況是如何 呃 我們現在正式的收回公文 已經 已經傳給這個 附近航公司 那後續的航權 我們在一一的徵詢業者 那麼 希望在這個月之內 能夠來完成初步的討論 好 那部長請教一下 那消費者旅客相關的權益 現在民航局跟觀光局處理的狀況 有沒有掌握 您是說在外面滯留的嗎 沒有 相關購票 有關於自由行 或者是相關的這些訂票 退票的機制等等 呃 旅客的權益 現在處置的情形如何 我是不是讓 杭政司跟您做進一步說 是 委員 委員好 那個相關的 包括觀光局跟民航局 有個專案小組 幾乎每一天都在開這樣的一個會議 對於旅客滯留 國外那一部分已經處理掉了 相關這些退會的事項 是有特別的這個單一的窗口 而且對於 呃 包括這個 他的這個六億的這個保證金 這一部分 已經有協調相關單位 能夠儘速去把它做一個退款的動作 好 這個要請部長 對於旅客的權益 以及一千七百多位的 這樣一個復興員工的權益 啊 都要隨時的督促 是 那我現在請教一下部長 是 那復興航空解散停飛之後 我們華航本來說要將他的航權 都來接收 如果現在這個狀況 目前啊 以飛離島的這樣的一個班機來說 以高雄飛馬工 原本復興一週 大概是飛五十九班 那現在華航暫時接管之後 一個禮拜飛幾班 簡單說明一下 是沒有飛的人 據我所了解 可能他們現在還在協調機隊 目前還沒有提供 對 現在就是沒有 這五十九班高雄飛馬工的飛機 在目前是沒有飛的 因為目前是淡季 所以是暫時由立榮跟遠東 來他們的這樣的一個班機的狀況 來做處置而已 部長 目前是淡季 雲旦假期怎麼辦 春節假期怎麼辦 飛機到底夠不夠啊 對 目前他們的承諾是會應需求來加班 不能應需求 部長 到時候不能讓我們澎湖的鄉親 沒有飛機 你是要他們游泳回馬溝嗎 回澎湖嗎 當然不是 那你目前掌握的狀況是如何 到底華航有沒有那個能耐 去處理我們國內離島的這些班次 尤其是春節 對 我們已經對於 因為春節的這個訂票是12月6號 在這個之前 關於您剛剛所提到的 不管是元旦和春節如何來應應 這部分已經要求華航 務必在12月6號以前有答覆 12月6號就要正式開賣了 是 那第一波開賣的就是正常的班次 我現在請教你 現在目前正常的班次 一個禮拜五十九班高雄飛馬公就飛不出來了 是的 那你們票要怎麼賣 對 這個就是剛剛我跟您特別報告說 我們已經要求華航務必要在這個實線之內呢 對於這樣的一個可以說是緊急的 比較高需求的狀況 要有一些正開班次配合機場班次的服務 現在不能說現在在要求 12月6號就要開賣春節的正常機會了 要加強督促 這個旅客都在看這重要的春節假日 現在平時淡季五十九班都已經不飛了 你到時候你有辦法挪出相關的飛機服務人員 來處理這樣一個重要的航線嗎 有四成是靠原本復興航空到馬公 基本還一成 是 這個部分那個航政司這邊說他們有新的承諾 是不是讓你 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一部分我們有特別去要求華航 那華航他們目前的承諾就是 在連結包括元旦這個春節假期 他必須從母公司這邊調一架738的飛機 大概將近兩百人坐 那一天大概會揮十個半次 來填補他現在所不足的運能 部長你要好好督促啊 看到華航這個樣子 那當初行政院對你的一些處置的狀況 我認為是不公平的 哪裡 現在就出現狀況了 吃得下嗎 這個要好好處 這事關旅客的權益 是的 那不知道我請教你 你春節 國道夜間收不收費 現在我們並沒有改變任何的政策 原來這個 我們在春節期間的作為 我們並沒有任何改變的做法 就是說還是國道夜間不收費嘛 目前是這樣 那我請教你 那三號國道是不是要維持八折 有沒有要鼓勵長土的旅客使用三號國道 過去這個蘇運的做法目前都沒有任何改變的計畫 所以應該在這種長程的屬於大家鼓勵大家利用國三這個做法還是會繼續這樣 那春節期間這樣的一個二十公里免費的短程啊是否也會取消在春節期間 春節期間好像我的了解這個二十公里免費都會暫停 部長我要提醒你啊 春節的蘇運啊 我現在就要提醒你啊 是我們國人非常重要返鄉的一個重要節日啊 是 與你是離島 中南部的相關的蘇運啊 是 要現在就能掌握啊 是 我現在非常擔心啊 澎湖 金門 馬族 相關的這樣一個飛機 那如果氣候惡劣的話 那狀況會更慘耶 在過去往往都有這樣一個狀況啊 所以我們國軍那邊C13動運輸機 也要事先聯絡 是 這些都有都有在積極處理 因為這兩天就已經是我們的最後的準備期了 好 那相關的 我們推動國內旅遊的觀光局的這個方案啊 到今天三億元的金會啊 大概已經花了九千六百萬 那九千六百萬這樣的經費呢 大概已經三分之一了 是 那 出現很多狀況 臨員團的狀況 這個 我們交通部有做怎樣的一個處置嗎 對這個我們 在市場市區上面覺得不可以這樣子做這個 可以說是不務實的廣告 所以已經是嚴厲的要求他要改變內容 同時對於他今後這樣的處置 我們列為他的缺點 那麼在補助款上面他可能將來也不會有這個機會 類似這樣做為 這樣一個三億元的補助 本來就是一個撒錢式的補助 對於提升整體的旅遊的品質 跟狀況啊 其實是跟部長的想法還是有點差距啦 當然這也是上面的一個強力的指示 那我現在要請教部長 這三億元到春節之前大概就花完了 你們接下來還會編相關的經費嗎 我們的整個這個紓困方案是六個月啦 但是看到他執行的情形我們可能再來跟 你六個月你到今天都已經花掉9600萬 你三億只剩下兩億了呢 對所以我就說 那大概到春節之前就花完了 你還有六個月 實際上因為並不是要花錢 而是要看他有沒有產生 剛剛所講的那目前就是花錢啊 對所以我們在這個上面會做評估 如果真有需要再來延伸 不然的話我們應該是用把它正常化的方式來 來讓這個轉型他們 讓產業轉型 產業轉型 體質的一個提升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主要我們國內旅客 在這樣的一個 國內旅遊它最主要的吸引點 還是在於它的內容 跟它的套裝旅遊的 這樣相關行程的品質跟內容 這是我們要去提升的一個重要的方向 那另外我要請教的是港務公司 港務公司現在郵輪是重要的亞洲新興的旅遊路線 那在一整年來看 我們亞洲有五大的郵輪旅遊的國家跟市場 中國 新加坡 日本 印度 香港 台灣目前還沒有排在內 我們希望要加強提升這樣的一個 郵輪旅遊的一個人口啊 目前尤其是高雄 高雄我們當初啊 我爭取的那個亞洲郵輪論壇 第一屆就是在高雄舉辦 那但是現在 基隆港啊 後來居上 基隆港在一整年啊 有446艘的艘次啊 行在基隆 高雄只有26艘次 那不到十分之一 那相關的狀況是如何 我們那個差別匯率是不是 高雄港要降低相關的這個費率 目前我們確實對於這個 所謂的這個 多跨港口的這個有優惠 我們有這個比如說 你們第一個港口停一個費用 第二個港口可能是打九折 第三個港口打八折 那我們是希望說 因為 現在 國際郵輪在 基隆港把它設為母港 高雄沒有啊 明年也會有幾個行次 是在高雄設為母港的 明年開始會 他們都有定期航線 高雄也沒有啊 是 我想最主要 台灣的發展郵輪確實起步比較慢 我請教一下郭總經理 是 那明年能不能 從二十六艘次 提升到六十艘次 跟委員報告 大概明年 會已經變四十八艘次了 這目前是易報的 那我們會再來努力 讓來 希望你們以六十艘次 作為一個基本的目標 好的 這個要好好的去提升 那相關的旅運大樓 的進度現在如何 一百零八年底 本來是一百零九年三月完成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加緊 那我對港務公司就有意見 這個工程啊 一拖再拖啊 造成整個高雄的 郵輪的旅遊啊 嚴重的落後啊 是 跟委員報告 這個港務公司要負最大的責任啊 其實這個裡面在挖的時候 才發現是有棕油的油屋在裡頭 有土屋在裡頭 那這個部分因為棕油的油屋 跟棕油來協調 那我們也提供地 讓棕油來協 那棕油也是個問題 部長我們現在棕簽的國家 有四個國家 那有六個國家是 簡化它的條件式的 這樣的一個有條件的免簽 那日本跟韓國 對於中國的旅客啊 他們給予十天的 這樣的一個免簽啊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 在處理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有什麼進展 我們當然正在跟這個 相關的部會協調 不過首先我們可能爭取的是 自由型的額度放寬 這也是一種善意 希望在這個上面 讓自由型比較不受到 他們這個相關的一些 可以說是政府的作為 能夠爭取他們來台灣 那你相關的這種 郵輪的團進團出 也可以先給免簽啊 對在兩岸這邊 郭總經理你聽不清楚 簡單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我想免簽的部分是目前 也是影響到各國的郵輪跟這個 郵輪商要來的一個最大的重要的因素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把所有面臨的一些問題 會整理出來 會來朝著這個部分 免簽的部分來鬆綁 把這個法令來鬆綁 我請那個郭董事長 那個 吳董事長跟郭總經理 有關於高雄港的差別匯率 要更優惠的措施出來 然後我們旅運大樓的工程進度 一定要掌握它的品質跟進度 然後對於免簽的部分 我們請交通部跟相關的部會 要趕快的協助 因為亞洲郵輪的這條路線 是新興的旅遊路線 重要的旅遊路線 它每年的成長都7-9% 我們在這麼重要的旅遊人口裡面 我們台灣還沾不到重要的份量 這個部長要好好的督促好不好 是 是的 謝謝 我們希望對免簽的部分 能夠 部長能夠盡比較大的責任 能夠盡速能夠完成更多國家的免簽 好 我們接著請鄭印鵬委員 主席 各位所長 各位同仁大家好 那是不是可以麻煩部長 其他所長如果有需要上來 就麻煩自己 自己請 好 鄭委員好 部長好 辛苦了 哪裡 交通部大概在民生六大產業裡面 十一住行育樂 佔了住行育樂 那所以業務很複雜 隨時都要處理緊急應變的狀況 而且產業都非常大 所以部長的業務算很辛苦 那最近大家在看的是機場捷運要通車了嘛 那昨天我在臉書上發了一篇文章 我也給部長您參考 是 不敢 那我認為伊井 機場捷運我們光聽這個計畫 聽了二十年 桃園人等這個建設等了十年的興建期 其中四年多五年是跳票 那現在從我們鄭市長兩年前上任 他也無能為力 那立委我們跟鄭保卿委員 趙正宇委員2月1號上任 也還是沒有辦法跟交通部來合作 那現在部長等到您520了 那終於開始有體檢小組 開始完成了相關的妥善率 那今天完成出旅刊 部長 那我認為這是政績一件啦 是不是可以請部長您簡單 跟大家宣示一下您的信心在哪裡 我認為這比當年處理馬特拉效率好多了 那您對這個政績您自己的滿意度在哪裡 實在是不敢當這是什麼政績 但是這個確實是從不管是國門 或者是這個建設本身該有的改善來講 我們應該把它當成是第一優先的事情 所以我們對於過去它發生的問題 經過專家的這個檢視以後呢 讓它變成還歸為專業上面的處理方式 那這樣一個情形使得相關的這個團隊 也在這樣一個專業的鼓舞之下呢 願意面對問題一起合作 我想這個是使得後來的 不管是妥善率 或者是在一些服務的態度上面 都有大大的改進 也因此才能夠獲得初刊委員的肯定 好 部長 我認為能處理爛攤子就是政績啦 這個總筆一直放著爛 四年多五年沒辦法處理 最後還提個減價驗收那種方案 讓所有的委員不分政黨 不分界別有意見 我認為這就是一大政績啦 所以部長您也不用客氣 那講政績的部分 來部長我就是要跟你請教這個 因為你處理很多臨時狀況 目前我歸納交通部有四大紓困要做 第一個是因應陸客團減少 你要做觀光的紓困轉型 因應復興航空惡意倒閉 你要做下游的紓困 好 那有很多的措施 包含金管會 包含檢察官 第三個你因應陽明海運的虧損 要國輪的紓困 今天提出了六百億 那再來因應韓進海運倒閉 航運界的紓困 部長還有沒有其他多的問題 需要您處理的 是不是這四大紓困 那你認為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想產業裡面應該還有就是 包括科運業啦 那麼因為最近我們在可以說 油價下跌 我們這個買車子比較多的情況下 我們的公共運輸其實現在不大容易 能夠真正來成長 我們還有很多地方要努力的 好 那部長我就先提出這四項 所以科運業也希望在這一波裡面 你沒辦法救起來 到底是紓困之後 如果紓困處理得當 我認為就是這四大政績 如果處理不當就是四大產業 四個非常慘的行業 部長你認同吧 認同 部長你有沒有玩遊戲啊 你有沒有玩過打電動 來 我用一個遊戲的 非常熱門遊戲的標題 跟你鼓勵啦 DOA Dead or Alive 生或死啦 這叫生死格鬥啦 那因為遊戲畫面都是泳裝美女 我就不拿上來了 這四大紓困 我認為處理得好 就是Alive 所以不只是部長 或交通部的政績 或政府的威信 處理得好 就表示這近乎也做起來 處理不好 不但四大產業 對於政府來說也是死路一條 部長你可以認同這個選擇嗎 這是格鬥遊戲 怕贏就是我們的 怕輸 不但我們的 我們的名譽掃地 能力掃地 業者也會受困 我們希望說所有業者 在部長您的指揮之下 都活得起來好不好 是 應該努力 好 那我們就這四大紓困 一個一個跟部長您來討論 第一個對於路客團 減少觀光業的紓困 我們是有三大措施啦 第一個是有三百億的優惠貸款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有三億元 針對這些接路客團 他如果轉型做國內團 我們有這樣的方案 但是業者也投機取巧用零元團 現在也被糾正了 第三個是國民旅遊卡 每年一萬六 希望八千元需要用在我們指定的國內旅遊項目 是不是這三大方案 基本上沒有錯 這個的成績做不做得好 能不能幫他們轉型喔 明年中我認為就要看得到 有些會被誤用 有些會有效 這個明年中來看成績單好不好 是的 好 那第二個 第二紓困是復興航空的倒閉 對於下游 包含旅客 包含勞工 包含相關的旅行社 那他的紓困 那你也有三大措施喔 第一個是退票跟訂票的返還 金管會跟銀行有被協調處理 第二個是檢察官進入司法調查 然後檢察官認可之後才可以動用 他的六億六億的準備的保證金 第三個是離島航線協調 華航跟華信 還有利隆接手 部長這個有沒有錯 沒有錯 但是是不是在這邊應該特別強調一下 我們非常希望同業對於員工的輔導轉業 我們也希望來盡一份心 那這個也拜託部長多去協調 同業如果可以接收過年前 我認為會不會有倒閉潮 連鎖倒閉的狀況過年前就可以分曉 那個資金需求比較大 還有勞工也希望說看過年前能不能協助轉職 這個部長再努力一下好不好 好 那就第三大 陽明海運虧損了十多年了 那國輪的紓困我們目前有兩個方案 第一個是行政院交通部提行政院的海運業獎勵與紓困辦法600億的貸款 這是貸款 第二個陽明他們的董事會要求減資53.27 然後再募資用私募的方式去增資普通股100億 這個對不對 對 這兩個部分部長您都理解 我有了解 對 那其實我們也在這裡能夠呼籲 其實陽明不只是在做減資而已 他們也希望把他們自己的一些資產做一些處理 能夠來減少債務 這個上面其實包括房地產業 大家共同來幫忙 好 部長 這個我認為不確定性就很高 我跟您分析一下 來 下一張 目前交通股持股100億對不對 佔33%左右 三分之一 如果是增加100億 那政府不再增資的話 你們在減資之後 你們會縮水成20.5% 這個部長您知道嗎 對 但是我們在增資裡面也會 比較拜託屬於販工股的來酬辱 這樣子使得政府的資金 在整個來講比例不下降 所以部長您的意思就是說 您希望販工股投入 不要讓政府交通部變成20%以下 是 那所以這100億還是會有人來出 這100億就佔了未來的總資本額的40%左右 對 所以不會 經營權不會被拿走 不會 部長您的意思是這樣 好 那就來下兩個問題 所以第一個 部長要保留經營權 對 這個部長您宣示了 是的 那再來 部長您有沒有考慮相關陽明被整病 或整病別的方案 把它做大 我們非常希望像剛才 包括陳委員所提到的一些 不管是同業和異業中間的合併 那麼垂直的這種整合 其實在全世界來講也常見 對 我們樂於見到這樣的一個發展 所以如果官股再增資進去 我們也希望說整合是有可能的 不管是對國倫或其他國家的 好 部長我跟你說明一下 陽明內部的狀況 剛才陳歐伯委員有問到 我再提供一個他整理的數據 這10年來喔 陽明的董事長的公關費 高達5億 每年5千萬 那花在哪裡不知道 陽明很多該退休的 剩下一兩年的要退休的 他總公司的主管 派到分公司去擔任 董事長 副董事長 總經理 這種狀況就是陽明內部 一直沒有辦法改變的 所以部長拜託您 也要緊盯這個管理階層好不好 是的 要做就要做好 來 那第四個 第四個 韓進惡意倒閉喔 航運界的紓困 有幾個喔 部長韓進在8月31號 向韓國法院提出 破產的聲明 去縮桿的申請 9月7號 本席在我的辦公室 請相關我們的主管 跟相關的業者 來告訴政府說 交通部說他們的問題在哪裡 9月8號 那個交通部你們才成立緊急應變中心 緊急應變會議來善後 就開過一次會 這個對不對 沒有後續了 就一次會 9月8號之後還有沒有 第二個 我們交通部所屬也協調 陽明跟長榮要協助攬貨跟業主 要完成運送 現在還有很多貨掉在 掉在海上 掉在轉口港 跟掉在他目的地的到達港 這個有沒有錯 是 有這個情形 相關染貨的事情 包括陽明自己的好好物流 其實都在進這一番 他們的人脈 去爭取這樣的一個 轉運的工作 好 部長那有沒有第二次會議 這些緊急應變會議 紓困方案中間的 沒有對不對 那業者有什麼需求 你們知道嗎 部長我來跟您報告一下 韓勁多遏止啊 幾個事件 我跟您報告 第一個 大概八九月倒閉的時候 放任五十多萬個貨櫃 在海上漂流 或者到達港之後 任憑他們的貨主 或他們的下游去扣押 台灣大概佔十分之一 五萬多個貨櫃 他都這樣放耶 看你台灣怎麼樣 第二個 韓國政府只提供十億美元 對美國跟中國的協力場上去主理 他們完全沒有考慮到佔十分之一的台灣 完全不考慮中華民國啦 第三個 罪惡值的現在在發生的喔 現在韓勁 台灣韓勁 韓國人糟糟糟糟糟 老台灣人在這裡 他在借機勒索業者 業者需要轉單 韓勁不出 他要你每個貨櫃再付三百萬美金 然後才願意他幫你進行提單 進行換櫃跟轉櫃 這是現在進行事 部長跟我們的所屬長官 你們有沒有掌握這個狀況 是不是我讓 他倒閉之後欠錢還要你再花錢 他才願意換單 這個你們知道嗎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在開過那支專案小組會議以後 這個航港局 我們就建立一個專案平台 這個平台是跟航商是結合在一起 所以一共有 有這個9家航商 向我們提出 那倒閉的韓勁再勒索 這個你們知道嗎 付兩次喔 錢早就付過了喔 現在我們還有幾千個貨櫃 卡在新加坡等專口港 要寒進 要寒進幫忙寫轉單 然後要台灣業主付第二次款 是跟委員報告喔 那個300塊美金 他是 在狀況之下 他有一個保證金 如果說順利的話 他會是退還的 退還的回來 這個有請航港局這邊 去特別協調業者 這種狀況就是被勒索 沒有韓國人台灣人要收拾 結果我們的業者再被剝一層皮 這絕對不能發生 部長有幾個 不好意思再借30秒 有幾個交通部該做的事情 在這邊跟部長建議 麻煩我們後續的善後 這個紓困是讓我最不安心 而且我認為是做得最不完善的啦 第一個 政府要出面跟新加坡政府溝通 還有其他的政府的那個轉口港 降低碼頭規費及縮短貨 轉櫃跟那個換櫃的作業時間 還有些在趕Christmas 歐美他們的 歐美他們的貨要下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要求 跨部會去做 我們來努力 第二個 目前受害業者為了減少損失 已經向法院申請指付 期限是六個月 那政府可不可以協助延長指付 或永久指付這些支票 給票款可以含禁 沒有錢都可以收拾去 三個月快到了 還剩三個月 這個也跟我們金管會來協調 好不好 那再來部長 要請政府跨部會 向韓國政府表達抗議跟求償 台灣都沒有照顧到 甚至被剝第二成皮 這個已經在進行外交的管道 那麼恐怕不宜 這個時候太伸張 不過我們實質性的會來努力 對韓國不用太客氣啦 他對我們也沒多好 最後喔 降低紓困貸款的利率 我們六百億紓困貸款提出來的利率 好像是2.8左右 他們現在業者可以自己去找到1.7的貸款 所以這一點利率跟他們有落差 這部長你們再溝通一下好不好 我們再來努力 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接著請趙委員鄭宇懷 謝謝主席 好 謝謝主席 請部長 好 請部長 還有謝局長 還有謝局長 趙委員好 部長早 部長你知道台北的人 民眾最喜歡搭捷運嗎 對不對 是不是 是 因為幹嘛 第一個便宜嘛 第一個方便嘛 第二個就是他車很多 有沒有 他不用等很 等車的時間很少 那他的票價齁 北捷大概是從30塊到60塊嘛 最便宜到30塊到60塊 那我們桃園機場捷運 機捷是多少錢到多少錢你知道嗎 從那個最便宜的60塊到160塊 那你覺得會不會太貴了 當然他兩個系統在成本上跟他目前的旅客量來講 可能都不能相比 所以我想桃園捷運公司應該是有相當的考慮 整個在維護跟長期的經營上的一種定價 那因為他規劃10年又做了10年嘛 這個成本消耗太大嘛 那北捷最近有推一個2500塊的月票 你也知道嗎 知道 這反應好不好 有好有不好啦 幾乎都不好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民眾很會算啊 對不對 他認為賣給我買月票應該更便宜嘛 對不對 是不是 那你今天花了2500塊買這個月票 你達不到那個便宜 所以民眾對那個便宜 就是那個價格啊 他非常敏感 我現在跟部長強調一下 這個費用啊 這個那個機場機捷啊 他從60塊到160塊 一般的民眾 幾乎大部分民眾都認為太貴了 部長 你有沒有什麼那個方案 能調降的空間有沒有 我想我們再來瞭解 但是我相信桃園捷運公司應該也是非常 詳細的討論以後才做這個定價 也許他們會願意適當時間 用一些比較優惠的方式 先來鼓勵大家搭乘吧 我想我們再來協調 那一樣60塊錢 他直達和非直達都是一樣的錢 為什麼 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我不確定 他直達車和非直達車都同樣的價錢喔 部長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那時間一花的不同嘛 那我們買車票都是這樣子嘛 你直達的和非直達一定是 非直達會比較便宜嘛 因為停戰的戰術比較多嘛 消耗的時間會比較多 但是你今天一樣的 直達非直達都一樣的 它可以一樣的價錢 我覺得這個季節一定要檢討 部長你一定要去幫忙民眾 你知道 要特別要注意到這個事情 要降低 那我們出審已經過了嘛 出刊啦 是的 就是達到99.52%嘛 對不對 是 那我們的旅刊什麼時候要辦 呃 旅刊 它有一個行政的一個過程 因為 它有時間限制嗎 沒有沒有 就是初刊到旅刊 它中間有時間限制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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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 但是我們 因為要邀請委員啦 要配合委員的時間 可能還在洽這個委員的時間 這不是配合委員的時間 這個你要主導嘛 你交通部要主導嘛 我們會 既然出刊已經完了 對 我們會 我們會 我們會積極辦理 因為它一方面 今天五號嘛對不對 對 人家講說是不是下個月過年之前啊 部長我們會積極辦理啊 這個月底啊 跟委員報告 因為他出刊的一些所發現的缺失 有些他也希望 在旅刊以前要能夠 能夠把它陳列出來 改善的情形 給旅刊委員做參考 這些需要一點時間 我剛才講啊今天五號啊 你們把握在這個月底 就今年年底啊 那個旅刊過了 而且能通車 我想辦理 我們開始辦理旅刊 我們值得來努力啦 但是過不過 可怕還是看委員 他們對這個上面的評價 我們不能夠幫他們議事 當然是委員決定的 不是你部長決定的 是的 那我的意思是 我們一代也不是我們決定的啊 我們是 替民眾爭取啊 既然你不是桃園人 你不能了解 哪裡 我是桃園人 我做民意代表做了20年啊 是的 看那個 那個基捷啊真的是 哈 那個車每天出國 每個月 那個每年出國一次的時候 看到 那個基捷啊 那個車 那個捷運的車 在跑來跑去 從來沒有人做過 是不是 放任啊 幾乎快十年了 在外面來跑 我覺得這個花了那麼多錢 既然你到最後一步了 我們在行政上繼續努力 我們在行政上繼續努力 不是一里路啊 大概 那個啊 大概 不要說一里路啊 大概一百公尺啊 很快的啊 我們讓他能通車好不好 是的 我們來努力 那不要耽誤太久 那另外一個附行航空啊 已經喔 不預警的營停飛了嘛 既然造成這麼大的問題 那前交通部長張國正又出來 跳出來說 他要接手 千里門不能收回航權 對不對 是不是 他又要製造一個新聞 這怎麼會 交通部沒有在管嗎 部長 我們就在程序 你五萬多個 那個欸 股票欸 他這個 五萬多張欸 到底他有沒有 他有沒有接手的這個實力 跟他的計劃 應該是他和附行航空公司 他們的當政的人一起去談 那交通部的 交通部的角色是在保障 盡量來保障這個 我們的旅客的權益 所以這個我們 關於航權的收回 我們是採取比較快的做法 對不對 使這個事情不要再弄不清楚了 他已經在開始電視他放話了 已經開始開記者會了 交通部就要去介入嘛 是不是 你要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我們有去 公司他解散不預警也不跟你講 對不對 他今天如果有人要買了 他也不跟你講 他自己在亂做嗎 我想交通部啊 非常大 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啊 這個尤其這個 這個行 航權啊 是非常重要的 是是是 部長你特別要那個 對旅客權益的部分 我們會最優先辦理 那個 那個 謝局長 你從觀光局喔 到了 我們港務局喔 當局長 那你在 觀光局的時候 當局長的時候 我想會開我們都有參加過嘛 是 那我對你印象是 你當局長喔 那個委員所提出來的 請你來下鄉來看的 你都親力親為 而且你非常負責任喔 這點喔 我特別有幾個部長 那個局長裡面喔 我個人認為啊 你是非常認真的喔 謝謝 到了這個 這個 韓港局啊 這韓港局是 一屁股爛臟的局啊 你有沒有辦法給它提升啊 尤其我們的陽明海運啊 尤其我們的陽明海運啊 很多人在講啊 這個 人家什麼 寒流啊 現在是寒流嘛 貨運界的寒流嘛 這個 韓國的那個韓金公司也倒閉了嘛 大家想 哎呦韓金公司這麼大 全世界 第四大 它如果倒閉了 它很多韓 那個運量有沒有 可以分給我們 有這種狀況嗎 我們分得到嗎 我覺得韓港局 跟這個港務公司 就是一起來 來創造這個台灣 這個海運的一個實力啊 那到爭取更多的這個 航商來 對應一下 那陽明海運從 2009年到現在已經賠了 五六百億 這怎麼辦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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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個 跟委員報告 那陽明確實在 從前年開始是有虧損 這種狀況 不過 它最大虧損大概是 在油價最高的時候 航運有沒有 最活絡的時候 他做了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他有去 他在 你把重點講出來 他在2008年 他 那個時候 2009年 他開始有去造一些船 造這個船的狀況好像 而且又買貴對不對 對 那定價好像不太OK啦 那後續 他到末寮這邊 他是為了要加入這個聯營 他是有去造比較大的這些船 可是租用 租用比較大的 也有租用也有買 幾乎都是買的 那 局長 那個市長 那你今天 今天你買這些 這些船有沒有 特別是 經濟景氣的時候 你買這個船 等到你造好的時候 部長是不是經濟不景氣了 古時候的人 那個旱災的時候買什麼 不是啊 他買船啊 批乏啊 先擺著 等淹水的時候 雨季的時候 他在賣船啊 我們台灣不是耶 這公司怎麼搞的啊 我想衛與籌謀 衛與籌謀 也不是這個樣子啊 等你造一艘船要多久的時間 說實話 他們就是不會 不會執行嘛 不會經營嘛 對不對 有時候整個這個 國際局勢這些震盪 確實有時候沒有辦法判斷那麼好 這方面相關的事情 我們也在 成立一個專案小組來了解 看看有沒有什麼責任 我們進一步要來追求 責任 對啊 我今天特別要講 這責任一定要追究 我想 我們商事法有講 營業以營利為目的啊 你雖然是公家機關 公辦的 或是公關股的 也是一樣 這是民眾的血汗錢 我們要讓他賺錢 不是讓他了錢 那交通部一些轉投資公司 全部都是在了錢 我覺得喔 部長你特 你既然當了部長 我覺得 你有沒有什麼方式啊 讓這些公營事業的 單位啊 能夠賺錢 我想我們當中最重要的是 加強他董事會的專業性 那另外就是我們對於 他們的這一些 長期的規劃呢 我們是實時要來了解 這樣才能夠從 主管機關上面了解 他的趨勢 給他必要的協助 最後第一個 就是我們 那季節 價格要調降 是的 第二個喔 他的通車速度喔 在安全無餘的情況下 要趕快讓他通車喔 是的 第三個 任何不管是航空啊 還是海運啊 任何一個我們有 供應事業的單位的公司 一定不能了錢 一定要賺錢 好不好 我們來努力 謝謝 謝謝 好謝謝趙正義委員 請鄭天才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 有請那個 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吳董事長 好請港務公司 吳董事長 鄭委員好 董事長好 是 今天我們 針對 我們 這個 船隻進出 港的一個狀況 這個是 歷年 九十五年 到一百零五年 基本上 大概都維持在 七萬五千到七萬六千 這個上下 那 今年一百零五年 這是到十月的 數字 看起來應該也會達到 差不多 那個水準水平 那我們看這個 後務的吞吐量 那後務吞吐量 基本上 也都是平均 蠻平均的 那 今年這個數字是到八月份的 看起來也會蠻平均的 那我們看這個里克 里克的部分 基本上也是 但是還是有很大成長的空間 這個整個在一百多萬一百三三百多萬一百三十五萬一千多人 這個里克的一個進出港 那如果我們整個台灣的一個狀況來看 因為後務的部分 各方面是比較困難 但是 里克的部分 台灣畢竟是一個 四周都是海 四周都是海 然後從這個各個方面 台灣海峽或是整個太平洋來看 然後台灣過期一直被稱為福爾摩沙 那這個如果我們 我 比較常是坐飛機 坐飛機來看這個 東海岸 從飛機上 我基本上都坐飛機 從 從 松山機場 到花蓮 或是到台東 都是走這個東海岸 事實上它是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但是我們看這個 花蓮港 花蓮港的這個 里克的人數是非常少 而且 不斷的在減少的一個 狀況 這個部分 主要原因是什麼 我們先看這個花蓮港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台灣的 所有的港戶 它主要的收入還是在貨 那當然克的部分 會越來越大 那將來還會有這個 包括觀光 水岸觀光的部分 那剛剛委員指教的這個 這個花蓮港的部分 事實上 在105年 我們到花蓮來的這個 國際郵輪 也有達到這個20艘次 雖然是比去年 這個 在32艘稍微減少了一點 那 人數也稍微減少 那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這個下半年以後 有關路客相關的這些郵輪 有一些 有兩個燒是取消 那事實上 不只是花蓮 其實全台灣的這個港口 在郵輪的這個刺勁上面 是我們港務公司 我們也希望跟觀光局 彼此來搭配 那相關部會來協助 那我們將來 會希望跟地方政府來聯合行銷 那麼 包括去各地方聯合招商 參加國際論壇 辦理國際論壇等等 那我們也希望把這個國際郵輪的公司 到台灣來採線 那 最主要 台灣有非常好的這個文化 這個景觀 美食 跟這個風俗人情 所以我想這部分我們會 積極再來努力 那目前 我們預估明年 這個到花蓮來的這個 燒數大概是18燒 我們還會再繼續再來努力 18燒是大概多少人 對不起 目前看起來的數字是 預報是 兩萬兩千人 那我們會再來加油 對 這部分我們會跟花蓮縣政府 一起來努力 當然觀光局 包括其他的地方政府 當然也有關係 這裡面跟委員在補充報告 最主要是台灣 我們的簽證的政策 相當程度也阻礙了我們的這個 郵輪到訪的這個航線的安排 因為郵輪它這個 所以你們要協調了 是是是 我們再來跟相關部會協調 是 好接下來 這個請部長 這個董事長 留著 好 是 好請客人部長 委員好 部長好 這個我們看這個 蔡總統 她在這個 原住民族政策的主張裡面 特別提到 要保障上 上萬個新的 新的 原住民族的工作機會 那今天 又不只是 港務公司 還有港情公司 或者是其他的 交通部內部 本身 或者是這個 交通部首屬的 希望能夠 積極的來禁用 原住民族的員工 無論是公務人員 或者是這個 非公務人員 希望都能夠 有所盡用 基本上在交通部來講 公路總級都會提供 公路總級都會提供 每年都會提供 這個 相關的這些工程的人員 來 參加 提供給 延民會 跟考試驗所集辦的 原住民族行政特考 但是公務總級之外的 就幾乎是 不怎麼去關心 事實上 以交通部的首俠 這個 包含這個 鐵路級 鐵路級也有了 鐵公路都有 都會提供原住民行政特考 那觀光局的部分 就是非常欠缺 那事實上 交通部的 觀光局所俠的裡面 有很多是原住民族地區的 像 花東縱谷 東海岸 日月潭 山山風景區 都是嘛 茂林 包括茂林 墾丁 其實都 茂林 所以都應該要去禁用 事實上 這個 原住民行政特考 他是 沒有達到分數 他還是不會禁用 就像 公務總級的 常常會有切額 所以 這個 基本上 相關的就業 當然 更重要的就是這些 我們的事業機構 因為我們 蔡總統所提的 是包含的 事業機構 公營事業機構 都應該要 加強的禁用 所以這個不需要什麼法 你只要在這個 像港公司 你在禁用的時候 你在招考的時候 能夠提供 這樣的一個一定的名額 當然他還是要考試通過 對不對 還是要按照你們的機制 就是但是你 能夠給他一個 相當的名額 那我們看這個 整個台灣港公司的 禁用的人數是非常少 0.51% 所以這個部分 主要在花蓮 不見了 請部長 在相關的這些 原住民行政特考 每年都會辦 是是是是 有的可以禁用 透過原住民族行政特考 有的可以在你的這個整個 譬如說港公司 或是中華郵政 相關的這些事業機構 他們在招考禁用的時候 可以保留一定的名額 是我想 據我所知道 港公公司 特別是在花蓮分公司 已經朝這個方面在努力 要不要讓吳董事長 跟您做進一步說明 好 我想我們對原住民的這個 就業一向非常重視 那在花蓮這邊 事實上是比例非常高 那剛剛 委員指教說 整個公司的比例還偏低 這部分我們將來看看 透過什麼樣合法的一個途徑 再來增進原住民就業的機會 當然是合法的 是是 這個部分這個 本來這個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有規定 是 但是它是規定最低的 是 不是說不能超過 是 現在就是說大家都是用最低的 反正 有就好 符合規定就好 目前港公公公司的人連禁用 也都是根據相關的規定 也沒有違反相關的法令 當然不會違法 我們公務員不會違法 但是如何在現有的規定底下 實質來增加原住民的僱用 這部分我們會再來研議一下 好不好 因為這個 一萬雖然不多啊 但是對 整個 整個行政部門要去達成 蔡總統所講的上萬個 新的工作機會 那是很難的 是 好 所以必須要各部會 是 大家一起努力 通力的去往這方向去努力 才有 才有機會 我們會加油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政天才委員 繼續請葉宜金委員發言 請部長 好請賀成部長 好 好 葉委員好 部長好 等一下誰要上來自己上來 部長你知道安平港是國際港嗎 呃 是 對對對 他是這個 高雄跟高雄港一起 對對對 對 你覺得他像國際港嗎 你的詞疑就是問題之所在 連部長都不知道安平港是國際港 部長 安平港是國際港幾年了你知道嗎 很抱歉我真的沒有注意非常抱歉 來兩位你們知道嗎 先不要先不要打pass 兩位主管來 董事長你知道嗎 安平港是國際港幾年了 我知道他一直是國際港 好 局長你偷偷被說了齁 你知道才怪 你都是觀光的 19年 那他目前發展策略是北觀光南自茅 啊 20年了啦 好 部長 從民國86年 安平港就升格為國際港 但是就像你剛才的反應一樣 這讓我們真的覺得很遺憾 好 來我們再來看你們的網站 對安平港未來的展望 20年的國際港 你寫了一大堆啦 東東東寫到一大堆 結果呢要扮演什麼 兩岸通商口岸之角色 然後呢 貨物裝卸量要達1600萬公噸 這圍一個大堆讓我們台南人高興而已 1600萬 部長你知道現在安平港的貨物裝卸量多少嗎 又都不知道又要打PASS 他們說200萬 亂講 100萬 100萬噸 這個齁 你們的規劃齁 跟現實差太多了 部長我要跟你講喔 我是台南的選的委員喔 林均線下一個也是喔 我們這裡有兩個喔 你們說要變成1600萬 為一大堆給我 我跟你講 這是不可能的 你要投資呢 我們本來應該很高興 但是我告訴你 這會又是一個蚊子港 這會又是把錢丟到海裡面去 這是不可能的 如果真的可能 我們當然很高興啦 但是這是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跟高雄港離太近了啦 部長 高雄港的這個貨運量都已經下降了 你還期待安平港可以上升 這是不可能的 不要浪費好不好 但是我們需要建設安平港 我們來替他另找出路好不好 來 我告訴你怎麼說 怎麼找 我知道我們賴市長馬上也要跟你們談 我覺得我們賴市長比你們務實很多耶 可能是他對地方也比較了解啦 來 我們台南 我們講究的升格為直轄市的立基所在 就是我們的文化觀光古都 美食文化觀光才是台南的強項啦 各位都同意吧 特別是 局長 你觀光局長 來的 好 所以呢 不要再呼嚨我們說什麼 要讓安平港變成一千六百萬噸的裝卸貨港了 我們要什麼 我們要觀光 我們要遊艇碼頭 我們要返船 部長 剛好 我們的招委是高雄來了 我也不敢跟他搶啦 高雄的光榮碼頭剛好為了成為什麼流行中心啊 所以他那邊的遊艇跟返船被趕走 他們沒有去處 我們安平港 展開雙臂來歡迎他好不好 瞭解 是的 趕快 他已經被趕了喔 還沒有地方去喔 謝局長 這裡又來行喔 我們 安平港是有這個實力的 對不對 可以答應嗎 可以同意嗎 確實我覺得安平港 作為一個遊艇碼頭 也非常有 你們就在這裡宣誓一下 不要再做錯誤的投資了 好不好 剛好這樣是最好的投資 都同意齁 部委員特別說明一下 剛才那個 不是真正的貨運量 它是一個 等於是一個運能 就畫大餅啦 我知道啦 就畫一個大餅給我們 建設上面有一個比較高的自我要求 是啦 部長你講的比較好聽啦 這裡面的網站嘛 就畫一個大餅給我們 我們不要畫大餅 我們要實際 而且真的符合我們的 把那個能量可以移轉 變成是也來發展 是很好 所以你們都同意 朝這方面來發展 成為觀光遊艇帆船的 這個安平港 好嗎 可以齁都點頭囉 都講一下好了 不然都我講的 你們先promise 好不好 部長你說好 對 港務公司可以嗎 是 你也台南 你很內行 跟委員報告 不要浪費了時間 yes or no 趕快就好 我後面還有兩個主題 好謝謝 再來謝局長 這又是你內行的 也是 本來就是這個北公光 下一個主題了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怕主席對我不好 他對陳歐珀比較好 來 來 今年 颱風 封鳴輪 脫欄 這個指導 這已經是舊文了 四座起重機的損毀 最少十億 對不對 部長 這個還是只有起重機的損毀喔 然後因為這個裝備損毀 但是修復的時間要一年 這一年因為沒有起重機的損失 還沒有估算在內 所以呢 這個問題來了 部長你知道這個問題是什麼嗎 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不是天災而已喔 有人禍喔 這個人禍就是 整個港區沒有標準的災害防救計畫 部長 這個本來有耶 本來有 但是現在為什麼沒有 你知道嗎 這個我是不是讓港務公司跟您做完整 不用 我跟你講 部長我告訴你 因為我怕他故意慢慢的講 我要講快一點 因為成立了港務公司以後 本來 航港局 港務公司 合併的時候 航港局有 但是分開了以後呢 航港局也沒有 港務公司也沒有災害防救的業務計畫 過去呢 是港務局的港務長 在做這件事 而且他有公權力 現在的港務長變成港務公司的人員 他沒有公權力 他沒有公權力 而這個 航港局呢 沒有這個編制 所以呢 現場沒有指揮官 完全沒有 港務公司的人沒有公權力 所以他本來可以強制 就是命令的變成建議 這跟我們在這裡做決議一樣啦 每次要求什麼 你們就說啊 建勤啦 建勤啦 建勤就是只有做文啦 他們實際上是聯合作業的啦 我想這個 聯合作業 不對耶 部長真的不是啦 就是因為 有公權力的航港局沒有這個編制了以後 港務長沒有公權力 部長 以後這些傳播的頓位會越來越大喔 這兩個單位真的要去整合一下 是的 好不好 是一定 這個不然以後 台灣的颱風是每年都有的 而傳播的頓位越來越大 這個沒有從根本的這個制度上去解決 事情還會再發生喔 好 多久可以解決 多久要建置起來 部長 我想他們現在已經要朝這個方向 那我們在一個月之內 請他們做出具體的建議 我們再看看必要的做一些調整 好一個月可以啦 因為冬天比較沒有颱風 趕快好不好 好 最後一個議題 跟大家一樣 這個交通部 真的要做人事的整頓 很多委員都說了 交通部的各個單位 都需要自己檢討一下 都需要做一下人事的整頓 否則的話 民進黨有執政跟沒有執政差不多 我也不客氣的這樣說 我現在直接點名一個人 其實我直接點名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了 媒體都已經直接點名了 部長 我們花蓮港務公司的總經理 叫做洛傳孝 他一直被檢舉都上了媒體了 資訊長兼花蓮的總經理 他到底是花蓮的總經理還是花蓮的資訊長 部長他到底是什麼 他一個月在花蓮沒幾天 他幾乎都在高雄 這樣花蓮港務公司的業務怎麼會好呢 部長 你看 這是不是讓港務公司來給您做個說明 不 我要你 我不要港務公司 就是他 他只管應酬 不太管事耶 部長 我具體的舉一個例子 他大有問題的例子 我要你們去徹查 他擔任黨 這個資訊長啊 建置了一套軟體 叫做契約資源規劃系統 叫ERP 這個民間隨便去巡價一下齁 我告訴你幾百萬就夠了 他花了多少錢 你知道嗎 部長 你猜 好那告訴你 多少 多少你講的出口嗎 就講 多少錢 跟委員報告 好你不要再浪費時間 1.9億 好 1.9億 將近2億 1.9億 你隨便去巡價 部長這個你內行了 對不對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ERP 你隨便去民間巡價 兩百萬就夠了啦 不要說兩億 他需要客製化的導入 好 客製化的導入 部長 整個採購是合法 你知道 當然合法啦 你們採購合法 問題是什麼 我要結果啊 兩億 一直還 花比人家多 一百倍的錢 還建置不好 到現在還建置不好 上限了 終於一言再言以後上限了 可是呢 連支付系統都沒有辦法正常運作 連支付系統都沒有辦法正常運作 開兩億 一個軟體 還沒有弊案 還不換人 還不查 還有理由還告訴我客製化 你糊弄誰啊 部長 要不要處理 對 這個我們當然馬上來了解 就他的 不管他個人 或是就這個系統上面的這個事物呢 我們來改進 好 多久 多久給結果 這個個人的部分當然容易了解 但是系統上面的事物 是不是我們要多一點時間 給我們兩個月的時間好嗎 不行 他這個建置已經一言再言了 我這樣講還不夠清楚 你們還要再兩個月啊 因為資訊系統你要怎麼改進 其實它是蠻不大 我不是要改進 我要你查弊案 如果說只是了解 我說兩億還不能用 這個沒有弊案才有鬼 如果是有這個等於 只是在這個工作上面了解 他有沒有這個為師 那這件事情我們一個月之內來提報好了 好 部長 我這樣說很清楚 媒體都已經披露了 像這樣的人 就是交通部之所以沒有辦法 讓人民滿意的所在 我希望 不要只有你一個人在努力 下面要整頓一下 不然的話 交通部的後面的運作會大有問題 是的 一定應該的 謝謝 好 謝謝葉委員 天氣涼了 身體要注意 血管要跑得比較快 部長回去查一查 有弊案才換人 沒弊案不要 有弊案才移送 沒弊案的話就不要換人 葉委員是不是這個意思 沒弊案就換送了 蛤 不要了不要了 我們不要對人生去那個 這個檢討看看 他確實有缺失的話 當然我們要處理 對不對 沒有缺失的話 因為有一些事情 我們委員也不是那麼清楚 好不好 好 請林俊憲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那本席邀請賀成部長 好 請賀成部長 港務公司的吳董事長 吳董事長 謝謝 所以休息十分鐘 好 林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 那剛剛我們台南的葉委員 在關心安平港 本席也要特別跟部長來討論一下 安平也在本席的選區裡面 過去的安平山港 跟台南市 好像是兩個分隔的世界 安平山港就位在市區之內 可是對我們來講 就覺得 也從沒有感受到 那邊有一個港口的存在 那一直到呢 港務公司啊 針對安平港 有提出一個計畫 叫做南台灣Miami計畫 你有聽過吧 應該是過去有這樣的一個期望 這個名字聽起來非常的迷人 叫做南台灣的Miami計畫 它這個意思呢 大概就是要把安平港啊 比如說它港口定位 是一個散貨雜貨的一個出路港 然後呢增加了清水性 還有觀光 也就是說 要把這個國際山港的圍牆給敲掉 包括裡面它會設計 有遊艇碼頭 其實安平港啊 是一個非常不錯的一個港口啦 它的平均潮差啊 比高雄低很多 高雄有0.75公尺啊 台南才只有0.57公尺 也就是它的水巷穩定啊 所以安平有一個漁港 農委會管的漁港 他也去設一個遊艇碼頭 立刻就客滿 是不是這樣 董事長知不知道 是 所以如果我們國際山港啊 是 也能夠多元化來運用啊 我覺得啊 以安平港的氣候 還有它的地點 它地點齊佳啊 它現在幾乎就是被市區所包圍 一出安平港啊 就到了台南市區了 非常有競爭力 我不知道這個迷人的名稱啊 南台灣Miami計畫 現在進行的如何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這個計畫 我們議定是在今年年底以後 最慢明年春天 就可以來公告招標 目前也有三家的潛在業者 表達高度的興趣 那主要就是在這個 安平港的北邊這邊 包括它的水溢跟它的後線土地 那麼它會去做遊艇碼頭 跟後線的這個觀光休閒旅館的開發相關的 這個部分呢 事實上我們已經開過幾次的這個 座臺會跟說明會 那議定最慢在明年春天 一定可以公告上網招標 所以未來的安平山港裡面會出現 有什麼樣的觀光設施 就是包括這個休閒禮 休閒設施跟飯店 包括這個遊艇碼頭 還有相關的商業機能 所以未來的安平山港啊 就有完全不一樣的面貌 一部分 就是北邊的這部分 我了解 就靠台南市健康路這個部分 對對對 港口的北邊 靠近五旗 重劃區 我們也都有充分跟地方的民眾 跟台南市政府有很多很好的溝通 我們有所期待 希望在明年 這個案子能夠順利就推動 你說明年大概春季就可以開始來 最慢 最慢 有那個招商的 就開始完成 進行招商 對對對 好 謝謝 另外啊 部長 我再請教部長 部長你知道啊 其實未來在你任內啊 會有大筆的經費 投入在我們台灣的國際山港的建設 我不曉得你知不知道 我們就預算來看 其實啊 從馬政府時代開始啊 101年未來到110年 10年時間啊 台灣要投入建設我們的山港經費 超過600億 600多億啊 目前大概只執行了200億啊 大概還會有400億啊 在未來幾年 尤其在你部長任內啊 大概要開始來推動 我覺得啊 這些山港的經費 其實啊 就台灣是個海島國家 那對於我們國際貿易 是我們的命脈 所以國際山港的建設啊 當然對我們非常的重要 只是啊 在我們投入幾百億的建設經費 在香港的建設經費 的同時 我看到我們 的預算 山港服務費的收入啊 卻是逐年遞減 那也就表示啊 我們港口使用率 或者是我們港口的進出啊 我們依靠的 就是收取服務費 那一個港口的服務費 收取多寡 就代表這個港口的興旺嘛 那為什麼 我們的港口 的服務費收入會逐年遞減 我不想有沒有什麼辦法把它拉上來 最常聽到的理由是說 景氣不好啊 那有沒有其他的辦法 政府投入那麼多的錢 我讓港公司再說明一下 呃 它可以有競爭力 要蘊藏在這些行商的這個 所以你的意思是什麼 太便宜 你說的太便宜 不是我們 我們就是要考量到 它的這個營運的這個成本 我只是要讓你知道啦 是 國家大筆經費要投入耶 那我也 幾百億的經費 我們過去這三 四年來 我們港口公司都有達成 國家所賦予我們的這個營運的目標 所以我們並沒有說犧牲自己的這個 英語 來協議 我來看齁 從106 107 108 就是明年開始啦 大概未來啊 還要投入四百多億啊 是不是這樣 這個是必要的 因為很多港的這個 我們支持啊 我們沒有反對啊 只是你投入那麼大筆錢的時候 結果 看到你對未來的營運展望啊 卻是悲觀的 我們106年還是比今年 還是會成長一點這個收益 比那個成長齁 牽扯到你們的獎金啊 我在不大想講你們了 港務公司啊 部長你知道嗎 他只要啊 盈餘有達到預算 超額只要一% 就全體發 2.4個月獎金了 跟委員報告 港務公司 大概是所有的 交通部啊 幾乎所有的國營事業公司裡面啊 領取獎金的門檻最低的了 超額盈餘一% 就獎金全領了 你知道 港務公司可以達成多少 8%啦 15% 18%都有啊 也就是我認為啊 你門檻設太低啦 幾乎保證領得到最高額獎金啦 跟委員報告 是不是這樣 我們必須要體諒到 港務公司喔 薪水不錯了啦 你平均月薪啊 都七八萬 你看看你的預算 是 已經算是非常高收入的一個 幸福企業啦 我們的獎金門檻設那個 超額百分之一 我也肯定你們啊 如果設高一點 是不是大家比較有動力 這個 大家比較能夠為了績效來刺激一下 結果你只要超出 有百分之一 就大家全領 我看超出的部分賺的錢 都不夠你們大家領喔 事實上是可以的 我認為你設這樣的百分之一啊 是所有的部裡面 獎金門檻最低的啦 我也不知道你百分之一怎麼來的 這個沒有法言根據的喔 這不知道你們當時誰來訂的 當時要成立公司的時候 經過整體評估 而且你跟中華郵政也不一樣 跟部裡面其他的公司的那個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那個領取的門檻都不一樣 桃園機場公司 跟機場公司的那個門檻都不一樣 最低的就是港務公司啦 這國家對你們非常好了啦 我們也很敬業 當然你要講敬業 不然你董事長你要怎麼講 我們都打或摸魚 沒有沒有沒有 是不是這樣 不是 我覺得啊 國家對你們看有多好 部長 你的港務公司啊 幾乎是保證可以領取 最高的2.4個月獎金啊 只要百分之一啊 就全部拿到了 希望啊 我本席也會提案啊 我要港務公司啊 提出一個說明計畫來 那你如何 讓你的服務費收入要正成長嘛 是我們該努力 各個行業不同啦 你不是 他現在成長是達到預算 就成長 所以你的預算啊 是逐年降低 就收入部分 那只要達到預算的百分之一以上 成長喔 增加百分之一以上 就 就零2.4個月 我認為啊 你那個服務費收入 你要 逐年成長嘛 你用業務去衝嘛 對 這樣才有資格來領獎金啊 對 你以為你的底薪就很高了啦 每個月都七八萬塊啦 我想要來港務公司已經很幸福了 每個行業都有它的不同的競爭力啊 但這個上面我們來務實檢討一下 那部長 你有看到新聞嗎 剛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心到啊 機場捷運啊 明年春節後就要開通了嗎 呃 現在還正在 這誰講的 為什麼媒體會有這樣的報導啊 沒有 沒有講說 我們一定要什麼時候通車 我們實際上 應該按照這個程序 這個穩健的 而且來尊重 這個旅刊委員 他們的 考評意見 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這樣的一個做法 安全是第一啊 是 那你為什麼要設一個時間呢 那你做得到嗎 現在沒有設定時間 現在就是希望 媒體報導 是高鐵公司 表示 明年春節後 就可以通車 那我就問高鐵公司 那到底誰表示的 他說是他們公司的一位組長 那一個組長可以跟記者說 什麼時候通車啊 我想他應該是只是 用一個比較簡略的 樂觀性的說法而已 應該不是他可以做決定的 當然不能他 當然不是他做決定的啊 但是 這個部分啊 我希望 交通部啊 要審慎去做了 了解 安全的評估上 是是是 你設一個時間點到時候做不到 對 而且應該要尊重這個委員 他的專業評估 是的 部長辛苦了 哪裡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好 休息十分鐘 趕快解放一下 解放一下 好 好 謝謝 我今天來講 謝謝 越來越不爛 我講的,我常常在比我家的事 我昨天一看,你就在那裡 被人家的事 被人家的事 真的,真的被人家的事 好 这就会很快 我还有 我还有十分钟 就是骗子 就是要求 女孩女孩 有什么报告 哈哈哈哈 我一直很像廢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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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請主席邀請吳董事長 好 請港公司吳董事長 陳偉好 吳董事長好 在這裡先請吳董事長 是不是可以先說明一下 臺灣港務公司 自從101年3月整併迄今 這個營業的收入情況 大概怎樣是不是可以簡單說明一下 過去這4年來 我們每一年的營業收入都有在增加 到104年大概在200億左右 營業收入都有在增加 可是本期所看到的資料裡面 我們就是歷年來 就是這4年來的營業收入都沒有達到這個年度的預算數 是沒有達到預算數 但是這個我們的這個營餘都在增加 營餘在增加 那在這個預算數的部分 你有沒有去檢討說為什麼沒有達到這個年度的預算數 以如果以這個這個營業收入我們定的是比較高的一個標準 那實際上我們這個因為有這個尊傑成本 所以我們的這個這個稅前稅後營餘都是在增加這樣子 對 好那雖然就是說你的這個稅入都有在增加 可是就是說在我們今天好要審這個106年度的預算 可是我們就是說針對這個行政院所定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然後從也何時編列 可是我們看到就是說 在你歷年來的這個預算數跟決算數裡面 你是都沒有達到這個營業收入的 可是在明年度的這個106年度的預算裡面 我們有看到你在這個業務費用 服務費用的印刷裝訂閲廣告費向下 有編列了4553萬3千元 雖然比105年度有減少了330萬3千元 可是比起這個104年度的決算 是高達增加了將近二分之一 就是增加了2015萬9千元 所以在這裡這樣子的一個比較起來 我覺得相差太多 是不是可以請董事長說明一下 因為在預算書裡面 也沒有看到你這筆預算 跟往年比起來有增加其他特殊的一個用途 那為什麼會增加高達兩倍的一個經費 這不如我是不是請會計處長來說明一下 OK好 報告委員 有關我們在業務費所編列的這些印刷裝訂及廣告費 還有一些服務費用 我們都是按照我們收入預定 要達到收入204億的這個目標 按照標準來編列的 那您剛剛提到說 為什麼跟104年的決算有差異很大 就是因為我們104年度的收入 是沒有達到預算的目標 所以 而今年我們是要做到204億的話 相關的這些成本 我們必須要按照規定來編列 對 因為我們看起來 就是說我們這個港務公司 在 像這個自由貿易港區的營運 也沒有明顯的一個成長 那在106年度 也有多項的重要的財務的比率衰退 所以 在辦理這個相關業務的宣導推廣方面 本席是建議應該要依照這個行政院所定的 這個節約的一個原則 尊潔開支 要把錢花在刀口上 是不是 是 我想委員的這個提示是非常正確 事實上我們自由貿易港區 我們在今年的1到9月 我們的這個貿易量 有達到955萬 噸 公噸 那比去年成長75.18% 那它的整個這個貿易值也達到2490億 那也比去年同期增加12.7 那所以事實上我們在整個營業收入的部分 包括我們的這個自由貿易港區 包括的這個租刃 包括我們的這個營業的這個這個項目等等 都是比前一個年度要增加 所以我們相關的成本必須要增列這些項目 都是按照規定編列 好 那另外我再請教一下 就是說 本席所看到的資料裡面 就是說 在營業收入方面 我們這4年來都沒有達到這個年度的預算 那您剛剛有說到就是說都有 這個收入有成長 是 可是在 這個104年度的這個部分 是 我們看到的這個盡力 是 第一次沒有達到這個年度的預算 好那這部分您有沒有去檢討 為什麼沒有達到這個年度的預算 這個部分是因為我們有一個配合國家政策的一個 對一個投資 那這個它會有那個未實現損益的部分 我們必須要在當年度依會計原則去做處理 所以這個 這個 就是多角的盈利事業所得稅 對 所以這個部分事實上是 是按照會計的 是按照會計準則去處理的結果 我覺得你這樣回答很模糊耶 你好像還沒有很了解狀況 本習所看到的資料裡面是說 104年度是因為任列轉投資事業的投資損失 就是任列轉投資事業的這個 可能會有產生的這個損失 我們必須把它任列進去 這個轉投資事業這個部分 目前我們港務公司有多少的轉投資事業 我們的這個成立子公司目前是有兩家 但是我們配合國家的政策 我們有投資40億在陽明海運 那這個部分呢是它這個股價一直往下掉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按照會計準則 必須要去做這部分的處理 我想這個是 國營事業公司必須配合國家政策的部分 我覺得這樣子的 我覺得負擔也太大了吧 是是我們也是覺得有點 但是我們必須要配合政策 配合政策 可是這樣子一直的這個虧損 然後由你們來任列這個投資損失 當然當然它也有可能會盈餘啦 所以這個事情其實是 也必須要是董事會已經做了決定 就必須要去配合的部分 那你剛剛有講到這個陽明海運的這個部分 那個 那個是在102年吧 101 101 101年的決策 101年的決策 那已經是發生的事情 對那這個部分 就是說因為本學看到的資料裡面 我們的這個轉投資事業裡面 好 有 你剛剛講到有子公司的部分 旁邊有一個港琴子公司 還有一個國際物流子公司 國際物流子公司 那另外還有三個是還沒有成立 但是已經奉合訂了 包括跟高雄市的這個資產管理 包括這個 我們觀光發展 那這個子公司的部分 我們的始股是怎樣 我們有辦法完全去掌控嗎 以港琴公司我們是百分之百 那國際物流我們是百分之四十 那將來的這個觀光發展是佔百分之四十九 那麼跟高雄市的這個高雄港區的土地開發 我們是佔百分之五十一 那還有一個高雄洲際貨櫃碼頭的這個部分呢 是將來會佔百分之四十 但是這個都還沒有成立 那在這個部分 就是說我們持股沒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 我們對於這樣子的一個轉投資事業 我們有多少的影響力啊 那他們的投資損失都要我們來背負嗎 這個部分是我們就是會有掌握實質的這個影響力 這個沒有問題 我想就是說因為 近年來你們積極轉投資這個附屬的事業 可是你們也要去 就是做一個適當的一個風險的一個控管 你們不要讓這樣子的一個子公司變成是一個財務的一個黑洞 變成政府這樣子一直投入一個財政的一個負擔 這個部分要請我們這個董事長要審慎的去做一個控管 是 好那最後剩下一點時間我來請教一下部長好了 陳委員好 部長辛苦了 那因為這個我們交通部其實很多政策跟民生都息息相關 那這兩天本習在地方就遇到很多的鄉親一直在反應 他說新政府上任之後很多福利一直在消失了 當然有的不是事實啦 所以我希望部長在這裡是不是可以再重新澄清一下 有關這個國道20公里的優惠里程的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目前交通部的一個政策 我希望你做一個很明確的一個澄清 不要讓這個鄉親擔心好不好 國道20公里免費這件事情 在三年前開始辦理到現在交通部沒有任何改變 那我們將今後會再來跟民意溝通 把這樣的一個情形跟大家做詳細說明 好那因為就是說我們當初有做一個 兩年的一個檢討 那我們就是說當時有預定的一個 每年的通行費的一個收入的一個標準 那目前我們的收入是高於這樣子的一個標準嗎 略高 就是在財務上其實並沒有這個真正的 所謂的收入上的這個不足的狀況 那就是沒有不足的狀況嘛 所以在這樣子一個狀況下 本習在這裡就是建議這個交通部 就是不要去考慮這個取消的這個部分 不要去調整 那如果有可能的話 能夠調降費率是最好的啦 就是說可以讓我們的民眾相親有感 我們將來如果要檢討的話 也一定盡量朝說在長程的部分來照顧民意 在短程的部分做一些不同的處理 不過這些部分都還需要跟相關民意來溝通 再來做決定 對希望就是說我們還是要站在這個民眾的這個利益上來考量 不要造成他們權益的一個損失 了解謝謝 謝謝 好謝謝部長 謝謝 好謝謝陳書業 陳書業委員 接著請林代化委員發言 委員會報告 好那個因為我們提案三檢大概有兩百個案 兩百個案那可能下午處理不完 那麼可能請我們夜管單位 尤其交通部 各單位趕快跟委員溝通 然後我們下一次處理的時候時間會比較快一點好不好 那今天可能警救巡達的部分做處理 好謝謝 好主席有請賀部長 好請賀臣部長 好林委員好 賀部長您這個上任之後啊 六百億紓困基金啊 要這個紓困所有的航運公司 而我們的龍頭航陽明海運啊 目前有填不滿的黑洞 那我在這邊呢 我就先讓你了解一下 現在陽明海運的海外結構您清楚嗎 我這張表秀給你看 總公司陽明總公司 他在香港跟中國有這三家公司 陽明香港公司啊 就在這個中國 香港陽凱公司是在香港 大陸凱陽公司也是在香港 而香港凱陽公司 他只負責做行銷業務 整個在中國的城南 唯一的總代理 就是位在這個香港的大陸凱陽公司 這兩家公司呢 香港陽凱大陸凱陽都在香港 就在同一個辦公室 同一個辦公室掛兩個招牌 好那現在呢 我們來看這個部分 是整個海外的整個陽明的結構 那陽明為什麼進軍中國大陸的時候 他有一個敲門磚 這家公司叫做凱利 那在這凱利公司啊 當時成立的資本額為一百萬的港幣 陽明海運持股百分之五十五 凱利當時持股是四十五 在一九九七年之後 香港主權移交中國 基於安全的考量 及加強對陽凱公司的這個掌控啊 陽明當時做了一個決定 我願意買回原來的百分之四十二股份 而讓這個敲門磚 凱利公司只留百分之三 全案經過香港律師的協調 而陽明海運總公司 也確實用總價四十二萬元的港幣買回 但是這個叫做黑洞條款 條件是每年 我已經買回股份喔 但是我每年呢 必須從陽凱的盈餘 陽凱的盈餘提拨有一定的比例 給凱利 明明凱利只剩下 你回到那張圖 明明凱利她的股份只剩下百分之三 我當初從凱利買回來的百分之四十二的股份 買回來之後 竟然說我的條件 這兩家公司 我這個 這個 陽凱 我一定每年 要提拨一定的比例 給這個凱利 作為顧問費 從1997年開始 到現在每年付了多少 總共要付多少 而凱利只剩下這個百分之三的股份 提拨一定的比例是多少 這一定的比例 當時是怎麼決定的 這是當時我們 陽明海域進到中國大陸的敲門張 凱利公司 這一段 第二個 我們陽明海域 在香港陽凱的弊端 在香港陽凱呢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陽明海域辭股百分之九十七 為什麼當初陽明只有兩席的董事 董先士的席次為何沒有按此股的分配 而為何呢找陽明拖車下包 立達與台灣的總代理太明的老闆董事 好 第二個 質疑的部分 陽明海域的收入有百分之六十來自中國 但陽凱 在香港的陽凱 這個每年啊 巨額的盈餘啊 陽明啊 只分配到百分之五十五 另外百分之四十五呢 是分配給特定人 特定人是誰 分配給特定人的依據是什麼 好 那再來第三點質疑的 你針對這個陽明 在香港的陽凱 分配給特定人的金手人 這個人 是銀武者 韓克武 高職畢業 1999年被任命為了 極需要英文能力與海運專業支持的 陽明香港公司的總經理 這一家最左邊 陽明香港公司的總經理 退休後 2004年退休 又被前董事長陳廷輝 與當時的總經理呢 盧峰海任命為 陽明香港公司 無任其限制的顧問 而且呢 到現在還領全新 並再領取 香港這兩家公司 香港陽凱跟大陸陽凱 所有的相關酬勞 估計 截至目前為止 他在這個韓克武 在這三家公司 巧令明目 每年所領的 兩千萬台幣 為陽明的大肥貓 好 我們再來看 大陸凱洋 巧取豪奪 陽明的利益 大陸凱洋 怎麼巧取豪奪呢 陽凱 是屬於香港公司 僅可以呢 於大陸啊 設定辦支出 不可以有營業行為 因所謂就是只能做行銷 好 那 在巧妙的呢 成立呢 大陸凱洋公司 並指定大陸凱洋公司 為大陸地區 也就是陽明總公司 在台灣 在大陸呢 的所有 唯一染獲的總代理 就是大陸凱洋 這個 為我們中國大陸的 這個唯一的 染獲的代理 過去二十年 前董事長跟總 的這個董事長啊 盧峰海透過陽明香港公司 好 凱洋公司 陽凱洋公司 楊凱公司 巧妙的組織設計 在境外與利益團體的勾結 故意讓整個事情 非常的複雜化 跟模糊化 進而瞞遍 交通部所有的官員 讓投資大眾更 論不清楚 來龍去賣可以長期為所欲為 而且掏空陽明 在這個架構之下 香港陽凱 需支付凱洋公司 什麼錢呢 佣金提單簽發會 這個運費啊 匯出費 顧問會 各營業據點代表處的 每個月的特別費 並負擔及辦公司的租金 跟水電 那還有一些呢 大陸凱這個凱洋啊 高階並享有每月數千元的資金 我講這個意思 明明是沒賺 這個很單純的行銷部門 有賺錢的是大陸凱洋 可是他什麼都不付 連最基本的租金也不付 所有的顧問什麼的費用都不付 必須由香港陽凱 這個只是做行銷的 他不能承攬業務 那你一定會問 為什麼不能承攬 這就是問題之所在 一個長榮 一條龍 長榮公司 一條龍全部包 我們偏偏 這個在 這個我們的這個 國家的這個陽明海域 他得設這麼多總公司 這麼多子公司 來承攬中國大陸的業務 好那你一定會講了 那中國大陸因為有這個 特殊的 這個政治關係 所以我必須啊 成立這些東西 是真的這樣嗎 長榮沒有這個這個問題嗎 好再來 香港 楊凱 需再給予大陸呢 這個最嚴重 好 除了編這些所有的基本費用 需這樣子支付之外 香港的楊凱還必須給大陸 凱洋什麼 比市場更低的運費好 讓其做莊賺取更多的價差 也就是說大陸 凱洋他跟客戶收的 是市價 但是實質上他給他們之間的價差 是先獎定的 好這個您要好好的查一查 這樣特殊的安排 在這個香港楊凱 一年就必須支付給大陸凱洋 千萬的美金的費用 這又是第一層的這個暴利 好我們再來看大陸凱洋的第二層 在第二層當中 與楊凱公司的相關股東 巧立各種名目 例如顧問費法律費用 你這個可以看他的財報 分享已經設計好的利潤架構 每年五到七百萬美金 所以現在新任的董事長跟總經理 我本席強烈的質疑 包庇如風海董事長 你知道嗎 在陽明海運前三季 您的虧損130.23億累積 要彌補的虧損161.43億 每股虧損3.76元 董事會通過財務的報告計畫 將辦法減支彌補 來新台幣160億元 減支比例為53.27% 還要透過私募普通股的方式 來辦理這個現金增資10億股 前兩季的虧損84億 前三季是130億 等於第三季又虧了46.3億 你的那六百億 光是補 不要說我們全國的航運界 光是補這個黑洞 你就補不完了 好 再來您新任的董事長 本席也有在您報 在這個派發這個董事長之前 唯一有表達 正式質詢表達 謝這個謝志堅 他是不是認的 我正式質詢 我不是用黑喊 我是正式質詢的 從成效來看 比以前兩季做到現在 比前兩季虧了更多 6月20號我在質詢 陽明海運的時候 財報不死 無鬼搬運 錢藏海外 還有洋海公司的巨額利益輸送 這些黑洞不去查 還在繼續包庇如風海 再來你的巨額利益輸送上任後適合不見 你現在的董事長跟總經理 目前只會作秀 怎麼的作秀法 減薪五成 董事長總經理副總經理以上五成 其餘各部會協力以上 減薪三成 結果你放任 每年大陸香港的虧損的 楷楊 美金虧損一千千萬 楊楷 美金虧損五百萬 光是這兩家公司 合台幣就4.5億了 你只知道節省太會作秀了 只知道說節省我們員工 這個高階員工三千萬 結果呢你讓這兩家公司 任意的讓他虧損4.5億 再來講到韓克武這個人 在陽明香港公司楊楷跟楷楊 每年收刮他的所謂的 顧份位兩千萬 全體的員工怨聲栽道 新任的董事長 謝之堅會不知道嗎 他光是從六月到八月 他走中國大陸多久了 六趟以上啦 五六趟他不知道嗎 所以現在外界傳聞也強烈的質疑 謝之堅董事長 你是不是已經成為楊楷公司 或者是楷楊公司的股東了 或者被摸頭了 同流合汙成為陽明海運 海外共犯結構之一 六月上任去中國這麼多次 不知道這個黑洞 沒有報你這個交通部部長來嚴查 好再來 這個交通部你身為監督單位 委員你時間超過很久 謝謝主席不好意思 坑求主席再給我兩分鐘 1.5分鐘 這個海運版的復興航空交通部 你應該要立即徹查 本期要求內 兩週內 在12月19號你要提供這三樣東西 容我一 主席容我把這些文件 我一定要讓他做成會議紀錄 要提供什麼 第一個 香港洋海的部分 你要提供六項 第一個 請洋海公司當初成立時 報陽明海運總公司的董事會紀錄 第二個 陽明海運公司佔陽凱公司 目前是91%的股權 陽明公司直屬員工 從成立資金在陽凱董事會每年所佔的 董事席次之變化情形 第三個 要提出 依照公司法規定 陽明所有投資子公司都須定期開董事會 請提供從成立資金的董事會的召開時間 地點 參加人員以紀錄 好 這點才是重點 如果沒有按照公司法董監事 相關的比例來分配盈餘 第四個 陽明 陽凱公司從成立資金的每年財務報表 利潤分配及特定人員的分配金額 第五項 陽凱公司從成立資金與陽明公司的代理合約 及歷年的合約的修訂內容 以及第六項 陽明海運公司派駐在上海 陽凱公司的歷任總經理及財務主管的名單 第二大部分要你提供的是大陸凱洋的部分 一樣六個文件 第一個 陽凱公司與凱洋公司的關係 第二個 陽明海運歷年支付凱洋公司 是佣金與其他相關報酬的內容與金額 第三個 凱洋公司歷年從陽明海運公司 領走的各項費用明細 我就不贅述了 第四個 陽明 香港 陽凱公司為大陸 這個 為大陸 凱洋公司歷年所負擔的 電費 通信費 高階主管的房資局交際費等等的明細 第五個文件 香港 陽凱公司目前派駐在陽凱大陸各辦公司 各有多少人 第六個文件 大陸凱洋公司 人員何時全速撤離香港的陽凱公司 這一點要馬上做 好 再來第三個部分 主席感謝您 讓我再把最後一部分 陽客服 這是道道地地的白手套 第一個 從陽明 你要提供的 從陽明香港公司成立後 擔任幾年的總經理 為何如此重要 又要英文能力 又要呢 當時的陽明公司的總經理 如封海 獨牌綜藝 刻意的要指派一個高職 好 沒有業務經驗 又不懂英文人擔任理由何在 第二個 今年 他81歲了 已在陽明香港公司退休 2004年退休 為何陽明集團 及其公司員工退休 均不能擔任公司的任何職務 而他為何可以退休 將近12年 繼續做領優渥的待遇 前董事長 盧峰海 包庇他嗎 還是呢 哪些陽明的主管在包庇他 第三個文件你要提供 陽這個韓 韓克武 從退休到現在 在這三個公司 陽明香港 陽凱 以及凱陽 擔任何種職務 職稱為何 為何身兼這麼多職務 第四個 目前陽明香港公司 每月支付 韓克武的多少 薪水等等的相關的呢 你要列清楚 第五個 除在陽明香港的公司 巧立名目 支領前述的費用 那陽凱公司 與凱陽公司 每個月 領取多少的薪酬 及每年 私下分紅多少 估計每年 此人每年在這三家公司 台幣是達兩千萬 好在這邊本席要求 你明天就應該要召開臨時的董事會 韓克武是重點 如果沒有趕透過董事會 解除韓克武的所有的職務 並令其 即刻搬出香港陽明公司的辦公室 好 我告訴你根本查不出來 他就顏面證據就好 以及追討 韓克武及所有不當所得 最後清查陽明公司長情 包庇他的所有主管 謝謝主持以上 好 謝謝林代華委員 那個 部長 請把以上 林代華委員所要求提供的資料 提供給林委員 以及本委員會的每一個委員 交通委員會的每一位委員 也跟部長說明 幾乎本委員會的每一個委員 都質詢過陽明海運的弊端 各種的弊端 所以呢 請部長一定要正視這個問題 在沒有事宜之前 所謂的事宜 就是每一位委員 執行陽明海運的疑慮 以及林代華委員所提供的 所要求的這些 以前我們反對對陽明海運紓困 我們不能把國家人民的財產 又隨便的浪費在一個 一個大窟窿或者是沒有救的這個企業裡面 所以請先讓陽明海運整頓好 我們再來講下一步的 本席百分百支持主席的財事 謝謝 整頓和究責都有在進行 請各位委員放心 謝謝 謝謝 我們 接下來請陳學生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你是不是請交通部長還有韓港局長 請賀部長跟賀成部長跟這個謝局長 陳趙偉好 部長局長好 我先秀一張那個我們馬祖國內上港的地形 他國內上港的位置 大概馬祖國內上港有五個 五個這個這個附屬的港嘛 部長上次去馬祖考察大概只去了福澳港 北竿那邊還沒去過 那個謝局長你去過沒有 去過 五個港都去了嗎 都去了齁 我們五個港大概 再換一張下一張 這一張大概是 我們主要的一個國內三港 這個地方呢新的碼頭馬上要建設完成了 新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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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護大樓啊 港護大樓馬上新的完成了 我們從一百一百年開始建港 建港問題出在哪裡呢 我們依據憲法107條的 裡面的相關事項規定齁 三港啊 三港是由交通部負責管理 那麼港務公司負責操作嘛 當然有國際三 三港跟國內三港 那目前國內三港是 公營的 有港務公司啊 有港務公司在負責營運啊 大概只有金門馬祖 是由交通部委託當地政府經營 那麼問題是這樣 從一百民國一百年啊 一直到現在 那港務公司咧 不是這個 林鄉縣政府跟金門縣政府啊 尤其是馬祖 這些費用啊 衍生了從一千八百多 一直到兩千 那麼當然現在 現在港務擴建了以後啊 大概有增加土地面積增加二分之一 那費用越來越龐大 但你們收費什麼呢 我沒有意見了 因為馬祖跟對岸的這個貨運啊 貨運量當然是不夠的 不夠的 那所以造成了一個虧損 那我想現在目前 金門馬祖地區啊 大概是 航港局 航港局委託這個縣政府在貸款 那馬公跟布袋啊 像布袋馬公有沒有 這很像是港務公司那邊在負責處理嘛 我是跟部長報告就是說 像我們港務處啊 這樣一個虧損 但是國內商港就是 在憲法裡面賦予的是 由交通部 航港局要負責嘛 那你要我們貸款 你要給我們糧草啊 你不給我糧草的話 我就貸款不下去了 或是如果繼續再補貼下去的話 那我就拜託 是不是請航港局啊 你們自己派人到那邊去管理啊 所以這些 你要我們貸款的話 這些經費的部分 我想部長局長你們誰回答我一下 是不是由你們來負責處理 好我是不是讓航港局先跟您做報告 好好好謝謝 跟委員報告 行政院是在101年7月啊 我同意把指定這個連江縣政府 做為馬祖國內商港的經營跟管理一個機關 那那目前這個連江縣政府還有委員也跟我們反映 就是說這個連江縣政府的港務處做為這個馬祖國內商港的經營管管管管管管理單位啊 每年短處約兩千萬元啊 那我想這個訊息我們也收到 我想基本上我們會做兩件事啊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會組成一個專案獨島小組跟交通部一起啊 我們來研究一下 是不是還有增加土地利用跟招商這個策略啊 來擴大計劃的收入 讓這個短處啊 能夠縮減 那第二個部分我們也會來研究 是不是說用什麼樣的一個申請審的 和這個規定依程序來辦理 來做這樣的一個補助啊 好 下一張你再修出來一下我們再看一個情況齁 所以所有費用啊從102年喔 102年到現在齁 這個赤字越來越大齁 越來越大所以我拜託 市部長齁 我有跟洪會計長有討論過 也跟謝局長也討論過這個問題 當然這裡面你們法規上怎麼樣做一個處理齁 這個經費我想錢也不多啦齁 那對地方政府來講的話 確實是一個負擔 是不是請部長這邊能夠協助解決這個問題 對我想剛才委員提到了 既然我們是委託地方 那麼應該是有一個合理的一個委託的一個 可以說是它的環境齁齁 那這個如果說是現在的營收有困難的話 我們來想辦法看看用這個預算裡面其他的一些明目齁齁 做些安排我們來努力看看 好 那部長你請回齁齁 我想再繼續請謝局長齁齁 有關馬尾到馬祖還有黃崎到白沙港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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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有派人到大陸去交涉這方面的事情? 有的是這個劉事長這邊,是不是可以請劉事長來說明? 好,請劉事長你回答我一下 法委員,有關這個金門或是馬祖的小三通這個部分 平均是大概每三個月到四個月 會有一個定期的航班的工作會議 那相關的事項可以在這個會議裡面大家來做一個處理 那只是在這個馬祖這部分 因為原先定在九月份,九月十三、十四 有一個航班工作會議 但是因為他有在那邊稍微延遲下來 目前還沒有辦理 因為兩岸的關係我知道了 目前大概北京對局長級的以上 局長以上的人是不能去大陸 到目前為止他們還在做管制 局長以下的是可以的 所以我也拜託我們委員有關大陸事務的經費不一定要刪 因為很多的事情需要你們出去談判 需要你們談判 但是我們談判一定要有一定的尊嚴 比如像馬尾跟這個馬祖的航線 他大陸對他有補貼啊 那我們這裡沒補貼嘛 沒補貼相對的對不對 我們就吃虧很多 那馬尾那邊靠博費以前也收了六千塊 後來他們由福州市政府跟馬尾去政府啊 他們來吸收了來負擔了 所以不要了 那現在有什麼問題呢 黃岐 黃岐跟白山的航線 我們的船到黃岐靠港一趟要六千塊 他們過來我們只收五百塊 所以我們林鄉縣劉縣長說 基於一個對等嘛 他們收六千我們也收六千 我們收留六千以後呢 他開始反彈 陸方開始反彈 那尤其對這個五六日的部分 起先是談這個事情 後來講到CIQS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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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一關三檢嘛 好有問題啊什麼的 我覺得你們要跟他談一談嘛 五六日征班不是好事嗎 征班是不是他們都征班了我們也征班 這是對等的 航權對等的 航班對等的 這是一件事 一件事 然後你現在把票價提高 你把票價提高 我們還是打折啊 你從 你從 白沙到黃岐航程只有二十分鐘 你要給人家收費一百五十塊人民幣 一百五十塊人民幣裡面 光地勤的作業費去了六十塊 開船的費用只有九十塊 這什麼話啊 所以你看 我們不管是航空站也好 我們的碼頭也好 上來廁所乾乾淨淨 你到對面去 四個小便池就封掉兩個 大便池門關起來故障 你知道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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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怎麼比呢 我們這裡台灣的碼頭也好 我們的機場也好 那個裡面的廁所衛生間都是第一名的啊 是不是 所以這個你們也可以跟他提出來嘛 另外全周到金門的航線 我們千萬不要講說 我們保持航權 然後所有的航班全部給他去跑 這沒有道理的啊 這我絕對反對了 謝長你能不能答應我這個問題 我想我們會重視這個問題 跟在兩岸的這個機會我們會來溝通 那現在我們民眾業者提出來啊 我們八點十分開船過去 九點半開船回來 他大陸那八點半開船過來 八點半開船過來 然後十點鐘開回去 我們也同意他嘛 你不能說大陸那邊予取予求啊 我們的業者八點十分開過去 九點半開回來為什麼不行呢 他也可以提出來他的航班 航班的問題嘛對不對 那我們不能說 然後以大陸那邊講說 徵頒做需求 作為籌碼來交換我們 八點十分過去九點半回來 這什麼話這個啊 這對等嗎 這不對等欸 好不好 我要謝局長你就回去研究一下 因為我對這個 我說殺頭生意有人做 生本生意沒有人做 我提了很多次了齁 你在這個部分啊 你要讓業者活得下去 今天業者沒有向你政府要錢啊 他沒有向你政府要錢的意思喔 而是說你在 整個航班的時間能夠做一個 因為失衡了嘛 能夠做一個合理的分配 那我方的部分就我方提出來 你中方的部分你陸方的部分你提出來嘛 我們同意就好了嘛 所以你們航港區鼓勵說 欸這個八點多我們船開過去 他們八點半船開過來 中午這一段時間沒人跑 就在談嘛 這他的事啊不能講說喔 你讓他做徵班 他徵班我們也要徵班欸 這個要談的好不好 謝謝委員我想我們會站在這個 雙方對等這個原則之下 利用這個航線工作會議 跟陸方再來繼續來磋商 我想不管金門也好 馬祖也好 我方有我方的尊嚴了齁 我們在談判的尊嚴上面 你一定要那個 我如果八點十分的船沒辦法開過去 他陸方不讓我開過去 我就不讓你八點半的船開過來啊 這有什麼呢 所以在大陸那邊 我也是很強硬的咧 是不是有一些 執政黨的同仁講說 陳允甄你常常跑大陸 我跑大陸是很有尊嚴的喔 我也是很對等的 我是很強硬的喔 你不要為我很軟喔 是不是這個談 欸我們有我們的尊嚴 我們有我們的人格欸 好不好這一點拜託 謝局長你這個一定要 把持住的你人非常好啦 我跟部長也聊了好幾次 好我們也可 非常肯定謝局長的能力 我們也重視 當然港務局同仁啊 這段時間為了金門馬祖小山東的業務 也非常辛苦 呃 學生個人在此也表示感謝好不好 好謝謝 謝謝委員 接下來請嚴寬恆委員質詢 好 來主席 主席我想請交通部賀城部長 好請賀城部長 好 顏委員好 欸部長好 部長 我們交通部齁這個衰事連連 從我們這個國道 國道連續假日夜間免費開始 還有桃園機場的淹水 以及滑航的罷工 那到復興航空的停飛解散等等的問題 那現在又有人 向這個蔡總統告狀 說我們交通部賀城部長 是在阻擋大台中 大台中的這個環狀鐵路計畫 所以聽說這個蔡總統震怒 他說如果在黨的話就要換人 所以我想請教部長就是當初在高層 在徵詢部長的時候 部長你並不是第一人選 但是後來因為林全院長的這個 極力的交涉 力見 所以最後部長由我們這個賀城部長你來擔任 那所以對於這個外面的這個風風雨雨 還有這個媒體 說你與全民都不對眼的這種說法 你會不會有一種很灰心 或者是很失落的感覺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沒有我對這個過程沒有任何感覺 那麼每天做覺得應該要做的事情 做自己該做的事情 對 你沒有這個感覺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就是 會讓蔡總統震怒的原因 現在這個台中市的這個環狀鐵路計畫 已經成形了 那總長是43.2公里 總經費926億 包括三線的延伸到烏日高鐵 還有最北端的彩虹線 還有這個西部的海岸海線的雙軌高架 那這三個計畫本來 整個鐵路高架它的緣起是在2006年 2007年的時候 擴大內需 當時就是由立法委員 顏前立委 他當時做協調的時候 把這個放進去 本來沒有台中縣跟台中市的 所有的經費都沒有包含台中縣市 那我們現在也看到他通車了 台中到豐原段已經通車了 那現在當時在隔年又馬上追加辦理 就是延伸到烏日高鐵站的部分 那當時我當我在我就任之後 我也是一直在推動這個東西 那也獲得交通部的回應 正面的回應 但是後來因為台中市 就是他這個擴大的 他的這個整個大台中市的環狀計畫 他把它擴大這個計畫 然後把原來的可以提早完成的這個烏日段 把它包含進去 所以就陷入說整個龐大的預算跟一次核定 到底中央跟地方的優先順序 跟一次核定的這個之間在拉鋸 所以難怪說現在他們在 在意思是說總統因為這個事情在震怒 那我想這個事情 我在這邊要請教部長 我們這個東西他已經送到 最後一次是在今年的元月份 他已經指示 台中部指示鐵工局辦理審查作業 那現在到底我們會在什麼時間 可以來核定這個東西 是分錯一次核定 然後分段進行還是怎麼樣 那優先順序 是從哪一個開始 其實這個案子我的了解 應該是現在地方政府他們有一個提案 那依照我們相關的這個審議程序 在上上個禮拜 那麼部裡面曾經有過一次審查 那麼希望他們補充意見 大概現在是在這個程序 那據我所知道 他應該是把您剛剛所提到的 不管是海線或者是那個彩虹線 他是一次提案的 那現在就是說 部裡面到底要先核定哪一段 還是說它的優先順序 因為現在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全國各地都很清楚 這個最有迫切性的就是烏日站 就是大慶延伸到烏日站 因為它跟高鐵銜接嘛 現在它這個發展的速度相當快 而且已經激進飽和 你這個地方不做 是這個我的了解 他是確實像您剛剛講 他是把這個實際上 可能好像不是43公里 跟委員特別報告 因為他們送來的資料是75公里 他是把75公里一次送 那剛剛您提到的 不管是大慶段 或者是追分成功段 都在它的範圍之內 那我們現在是覺得 在這個追分成功這個部分 因為它可以馬上讓這個海線 可以直接來被這個高鐵所服務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編入到今年的預算來辦理了 那其他關於他們其他的路線的部分 我們在經過審查以後 也會來按照它該有的程序來處理 好 那接下來我要請教部長 我們這個台灣港務公司 在106年度的預算當中 第一項就提到風力發電 提到的風力發電 那原先是按照 台中港未來發展計畫裡面規範的 風力發電是放在台中港的綠能專區 綠能專區有74公頃 但是後來因為台中市長林佳龍的一句話 現在要把它改到工業專區 要把它改到工業專區 我要請教部長說 政務是延續的 可不可以因為現在的地方市長是指正黨的 那依照他個人的喜好 就做這樣子的變更 那如果說林市長可以說改就改 是表示說前朝的 這個之前的規劃 也就是前朝的規劃 是有問題的 是有弊端的 那如果有問題有弊端 為什麼不撤查 為什麼不舉發 那由現任的市長他一句話 就可以做這樣子一個政策的調整 我想請教 到底交通部是聽台中市政府的 還是聽行政院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台中市長的這樣子 他的要求 那我們部長就配合他 交通部配合他 那如果因為這樣子政策錯誤 那浪費公帑 這些錢 浪費的這些錢 是誰負責 是地方負責呢 還是中央還是交通部 那不管是誰負責 這個錢也不是你的 也不是林佳龍的 也不是蔡總統的 這個錢是全國人民的 這是納稅錢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真的是很難 是不是說以後交通部 所有跟地方政府 有關係的案件 你們就交給地方政府 去規劃就好啦 不然你們規劃好之後 只要地方政府有能耐的 他可以直達天廳 他可以每個禮拜上來 開行政院會 直接跟總統搖耳朵 直接要求 說交通部的東西不配合我 所以就直接就做變更 做轉換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本來要做的 風力發電的地方 現在要拿來做什麼 你們要繼續接著規劃 還是交給市政府規劃 不然你們規劃好了 他還說他不敢 他要做白行 所以我想這個是 整個都亂了套了 我們交通部是中央單位 台中港是交通部的下屬的 也是你們的直接管轄的地方 為什麼一個地方首長 就可以直接要求 甚至要求你們政策的 一個一個一個轉換跟變化 這個讓人家很難很難很難理解 很難理解 那另外在航港基金裡面 我們說有辦理一個台中港的子計畫 就是一個19億7千萬的部分 在預算書裡面 我們看不到他任何的這個 一個細項說明 我想要請教部長說 以你就你這個交通的專業 像這樣子沒有做細項的說明 然後又違反了我們 跟我們現在新政府說的 一切都要透明 一切都要公平 都要反 不能黑箱作業 那是不是違反了這個核心價值 那如果不能說服自己 怎麼去說服別人 可能這19億7千萬 在我們交通部的眼裡面 不算什麼 我們一年的預算是那麼多 但是你知道說 這19億7千萬在我們 台中港區 對我們港區周遭的這些 相信來講 他們是一個很可觀的一個 建設的基金跟經費 如果哪一個立委哪一個委員 能夠拿這個19億7千萬 回到他的 他的這個這個所在地 大家都會拍掌拍鼓手叫好 所以我想這個 我要請部長 你要真的要 要去這個檢討這個裡面的問題 是 您提到的這個 關於風力發電專區 這個不是地方政府單獨決定 這個其實行政院 他有整體考慮 不過還有另外 關於19億的預算 是不是這兩項 我讓我們港公公司 再跟您做比較完整的說明 我等一下再用書面報復了好不好 因為我時間不多 好的好的 沒有問題 那我想接下來就是說 你說行政院 原來就有他的考量跟這個 可是我們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也不是 現在這種作為讓我們 讓我們不管是 我們在座的立法委員 還是說我們地方的鄉親 這些民意代表 看到就是這樣子 那另外啦 另外就是說 我們港護公司 的這個經營計畫跟他的方向 應該有兩個 那第一個是發展成綠能港口 落實自由化民營化 促進港戶發展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應該是 是民國100年本院制定的 國營港務公司 有限公司設置條例 他的這個立法精神 就是不與民真理 不對內競爭 那也不主動收回已經開放民營的 碼頭裝卸業務的三不原則 部長 但是我對於我們台灣港務公司 的一些作為 本市認為很奇怪 不知道他們的算盤是怎麼打的 因為這個案子 本來應該要開放給 這些案子 他要開放給民間來投資的 根本就不需要負擔任何的費用 跟這個成本 只要透過一個公平 公正公開的招商 就可以有進帳啦 就可以有進帳 但是 現在卻要花 一大筆錢 國家的預算 然後呢 這個違反行政院核定的三位計畫 和自己的 未來發展建設計畫 還有那個三不原則 不與民真理 還有這個不對內競爭 那你說奇不奇怪啦 關於我們台中港的部分 你是不是知道這個事情 我不是非常明確知道 委員現在質詢的個案 那大方向上面 當然原來在100年所設定的公司條例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一定會遵守的 部長你不大清楚 你可以如果你想要了解 好 你想要了解 然後想要把這個 要把他這個 端正 封氣 甚至於說要來 把他揪出來 查辦 我們再來跟委員請教 我們可以提供資料給你 好的 我們再來跟委員請教 好的 我們再來跟委員請教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顏抗衡委員 接著請 恭請 李鴻鈞大委員 李奔正來喔 去日本回來啦 秘魯回來 秘魯喔 來 謝謝主席 主席有請部長 好 請部長 謝謝 好 林委員好 部長好 我們今天是針對這個 航港建設基金 跟港務公司的預算喔 其實前面很多委員同仁 也有大致的提到喔 那我們一般來評估一個港口的發展喔 那特別像是說 我們廠長指標的高雄港 那都用它的貨櫃的吞吐量 然後來看這個港的它的整體的發展跟進步 然後延伸到國家的整體的它的經濟的發展 這個都是連貫上來的 那以高雄港的貨櫃的吞吐量 香港從本來是第三大的 現在節節退到了 現在大概第幾 第十二 十三 十三是嗎 十三 那這個我們看香港 香港本來大概是在多少 現在是在多少 第五 香港 第五 第六 它之前第五 現在掉第六 然後一直往後退 那這個可以預估的就是說 香港現在走的跟高雄港 大概類似 它的貨櫃的吞吐量 也會節節的往後退 那你看到我們現在政府要必須要看到的就是說 那原因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哪裡 今天我們長期以來 我們都只是在看我們的高雄港 那我們一直在講所謂的自由貿易港 那你自由貿易港 自由貿易港 我們現在等於就是說 一個自由貿易港就把它框住了 那實質上 它如何來找出它的競爭力 完全沒有它 它的該有的特色跟主軸出來 香港現在走的 為什麼它走不出來 因為大陸的它的六 它現在幾乎六個港大概就排名在前面了 它已經不需要香港了 那香港它現在它自己的特色它又走不出來 走不出來它自然它就節節敗退 我講的應該是這個樣子吧 那現在回歸我們看到這個問題 回歸到檢討我們的高雄港 那我們現在還只是掛著一個自由貿易港 然後我們現在每年編了大概將近我們的 大概是多少 編六億吧大概是我們的百分之十 然後來維持我們的貨櫃的這個量 就是要去行銷嘛 讓它去該有的基本的它的獎勵嘛 然後維持它的貨櫃量 就是在拚那12名13名不要再往下掉 可是它實質上它真正本身 它的高雄港我們未來的特色 我們沒有去找出它的方向出來 也沒有找出它的原因出來 這個已經不是單純的一個交通部的問題 我簡單舉個例子 馬來西亞的巴森港 它現在是不是排 它是由下往上走的 它現在已經排在前10名內了 對不對 它是由下往上走嘛 那為什麼巴森港它可以往上走 它的原因在哪裡 你們有沒有去檢討過 是不是讓港湖公司跟您做個說明 跟委員報告 巴森港它事實上是在搶新加坡港的這個量 那它現在是以這個所謂的這個 成本比較低的這個方式來搶這個新加坡港的量 那剛剛委員指教到高雄港 事實上高雄港以我們港口的 全世界港口的這個特性來說 它就是進出口跟轉口 那以台灣目前的產業的狀況 進出口要再成長已經幾乎是 但是這樣子啦 巴森港它不是單純只有在搶新加坡的單一的問題 它這裡它就是說 它全球的非鐵的金屬的期貨交易 我們也有 我們在高雄港也是在做這件事情 現在我在講的就是說 它比高雄港更早取得倫敦的金屬交易中心的資格 是 我們是在103年取得 對不對 102年 那還有包括國際棉花的這個銷售中心的這個資格 那甚至於當然那邊 因為宗教的關係 清真食品的貨運中心 那這個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它走出它的特色出來 走出它的方向出來 那我們還是框架在於一個自由貿易港 那光一個自由貿易港 我們真正 我們要 現在我簡單 那個董長 是 我們光我們周遭的自由貿易港有多少個 我想所有的這個幾乎以中國大陸來說 我們包括釜山 我想所有的港口都有自由貿易港 那就對啦 全部都是自由貿易港 那你全部 大家都是一樣的一個情況下的時候 我們如何來去跟人家做競爭嗎 那你大陸那些的 因為它從本來從一個製造的一個市場 現在變成是一個消費的市場 所以它自然而然它有它的整個的一個 我是不是可以跟委員報告一下 高雄港它除了地理位置的優越以外 我們高雄港目前的這個經營效率跟成本 還是在這個亞洲地區排名前面 那剛剛委員指教這個多國疾病櫃 包括LME這個非金屬的交易等等 還有我們的海應快遞委外加工這些 事實上在高雄港區這邊的這個自由貿易港區 它的這個土地出租量都已經在九成以上 你現在講到一個重點 你現在土地的出租量在九成等於是飽和嘛 那我們還會有藍興計畫繼續在開發 齁等於是飽和嘛 那飽和你說要繼續開發 你現在該有的 我簡單講 你光那邊大概是幾家 其實從101年大概70多家吧 目前是79家全國 79家我現在跟你講的是101年也大概70多家吧 是 對不對 所以它幾乎沒成長嘛 101年大概我如果印象沒有記錯 大概75、6家 那現在 現在 現在也大概現在就是79家 這裡面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這些產業事實上它也是流動的 所以我今天我不是要來跟你辯論 我今天要跟你講的就是說 今天我們看到你都已經看到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高雄港我們周遭都是自由貿易港 那我們的特色要怎麼樣去凸顯出來 這是當然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我們該有的我們的飽和狀態 那我們要如何先去預備出來 先去整備出來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的整個的一個招商狀況 我們現在的話 從101到109 106年 這五年當中幾乎是沒有前進的嘛 我跟委員報告 現在以這個因為中國大陸口岸起來以後 包括香港跟新加坡 它都將近兩位數的狀況在往下掉 那我們如果過去這幾年沒有做這個LME跟MCC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維持我們已經連續三年 高雄港是一千萬TU以上的這個量 那我們今年 我們進出口在衰退 但是我們轉口在成長 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你現在就是 就是 框架在於我現在我的貨櫃量 我一定要維持一個程度嘛 那你現在你要維持一個貨櫃量 你錢都花在綁在哪裡 就花在綁在這個貨櫃商的身上嘛 你現在一年編六億 那又有碼頭商啦 對不對 那你現在就只是維持著它的一個數字 為了一個數字排名在做這個事而已嘛 它的貿易量事實上我跟委員報告 我現在不是 我不是在跟你港務公司在講這個嘛 你在跟我變什麼嘛 我現在跟你講的是政府的政策跟方向嘛 是 那你現在依你的職責 我就是當然 我就是要如何來維持我一個排名而已嘛 那你維持我的排名的時候 你整個的一個政策的方向 你沒有做一個適當的調整跟改變的話 你還是在那邊玩數字遊戲而已嘛 對不對 我如果我講真的 我今天我把你這六億全部把你刪掉的話 你明年還會是第十二名嗎 明年還會是第十三名嗎 我想您的意思是說我們要來走出特色啦 所以這個上面這個包括這個六億的經費怎麼樣做多元利用 我想大概這個方向我們來也來研究跟這個港務公司看看怎麼樣來推展 沒有我最主要這也不是已經單純一個交通部的問題 是的 這個已經牽涉的就是我們國家的整體的整個問題 是的 就是我常常在講吧 我們的桃園的航空城 那航空城你搞了多少年搞到現在還在航空城 完全遙遙無期看不到人家早都已經走到不知道哪裡去了 你包括像八升改那邊也是類似的嘛 你包括在仁川那邊也是一樣嘛 人家早就已經起步了嘛 我們還在那邊原地踏步 我們的競爭力已經沒有辦法擺過去了嘛 那我們拿什麼跟人家比 這個已經不是單一的一個交通部單一的一個可以可以的問題嘛 所以今天是要跟部長提的這個就是說 如何在行政院跨部會會議裡面 把這個問題真正要去把它突顯出來 那不然的話我們每年就是為了 從馬英九八年就是在幹什麼 就是努力的編預算綁住這些貨櫃商 讓這個排名不要往下掉 那實質上它的競爭力出不來嘛 那你現在政黨輪替還是走同樣的老路 那意義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必須要看到它的核心問題 我剛剛為什麼要舉香港 它為什麼往下掉 因為它現在它實質上它沒有辦法去突破了嘛 對不對 一樣的問題嘛 好不好 好我們這個就是怎麼樣來走出特色我想我們再來努力謝謝 那剛剛協議是本來不想講的前面有個委員提到就是說 之前有新聞有出來那個20公里高速公路的那個問題 是是是是是 我跟部長講一個大方向跟大原則 使用者付費當然這是我們電子收費 電子收費以後全面使用者付費這是他的精神 可是短期裡面為什麼我們現在必須要去怎麼樣 因為20公里表示就是通勤族嘛 那通勤族我們的整體的我們的交通運輸網有沒有建構完成 這個是要是一個等號 沒錯 你今天把所有我們的交通網建構完成的話 我們是要百姓是搭交通工具去上班的 而不是去開車去上班 了解 這個是要把它連貫在一起 這個邏輯要相同的 當然當然了解 好的謝謝您 好謝謝部長 站起來了我站起來了 可以 我怕站起來你就叫我坐下 好謝謝李洪金委員發言 接著請蕭美請委員發言 好謝謝趙偉先請局長 局長好請謝局長 最近你們所提出的這個紓困方案 對於航運業者當然 航運對台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產業 他這個包含上下游整個周邊就業人口 以及對台灣整體的貿易是影響非常的大 那我們看到韓國的航運公司的倒閉 其實對我們也是個警惕 那我們總是希望能夠協助我們國內的航運業者來度過難關 但是你們所提出的這個紓困方案當中 其中有一些部分我想我可以贊同就是如果說我們的航運公司 他要提升本身的競爭力 他要做一些投資 他要做一些升級 那我們有一些貸款的利息上面的優惠跟補貼 這個我是沒有意見 但是另外你們其中一個部分我倒是有意見的 就是說你們就停泊費用 這個停靠費用 以及對相關這個港鋪用地的租金的減免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你們設了一個四個四季的連續虧損的一個前提要件 事實上是對於其他經營比較理想的 經營比較用心的這些公司 其實是設定了一個很不公平的競爭環境 那我覺得也破壞了整體的商務競爭的機制 那你們以連續虧損四季來說 這樣你以後船隻進來停泊費就不用錢 這樣子是很沒有道理的 我們想想看我們現在市場上面這麼多家計程車業者 其中如果有兩間經營不散虧損 那我們政府公告以後你們這兩間停車都不用錢 那別的經營的很好有賺錢的停車都要錢 但是你虧損的你停車不用錢 你想社會能夠接受嗎 同樣的道理復興航空之前虧損 你說啊你飛機降落你復興航空不用錢 但是長榮跟華航你停破你飛機降落你機場使用你要錢 這樣子對於有用心經營 而且經營的很好的這些公司其實是很不公平的啊 那我覺得你們提這個紓困方案 既然如果是他要提升自己 他要來改變他的經營模式 他要提升他的競爭力 他要去貸款怎麼樣 我們給他相關的利息上面的優惠 這個我沒有意見啊 可是你們創造了一個很不公平的對於經營很好的這些業者 來講是一個很不公平的一個方案 這個我沒有辦法接受 局長請說 事實上這個方案裡面分三個部分 一個是獎勵部分 一個是紓困的部分 一個是產業升級的部分 那獎勵的部分是全部都有 這一次同仁 但紓困的部分因為我們覺得 獎勵是哪一個部分 獎勵是這個 由港務公司實施一個客製化行銷的一個獎勵方案 這個是全部一次同仁 那紓困的方案裡面有包含台灣港務公司的一個港付業務費 還有租金減免包含土地跟設施 我就是對這個有意見啊 跟設施這個部分 因為當初是考慮 你經營的不好你停車不用錢 經營的很好的都要付錢 這是什麼道理啊 我們當初研討的時候 43次有找這個航商業者 大家一起來討論 做了這樣一個公司 現在航商業者覺得這個 創造一個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啊 有沒有違法啊 有沒有違法我們的公平交易 公平交易相關的法規啊 有沒有違法WTO啊 我們對於航運業者 也許我們不是每個人生活當中每天碰到 可是我剛剛舉那個計程車業為例啊 你經營的虧損的你停車不用錢 然後經營的很好的大家停車要錢 這社會都沒辦法接受啊 我希望你們這個部分能夠重新再檢討 以這一個連續四季虧損為前提的相關的減免 減免方案本身就是一個很不公平的一個方案嘛 破壞市場的競爭機制啊 跟委員報告 委員的指導當然 我們一開始也是有考慮到這一部分 那當然 那你們既然有考慮為什麼還質疑這樣做呢 我講就是說 第一個 我們是有參考國際上的一些做法啦 那主要就是說 你說哪一個國家有這種雙重標準 賠錢的都不用錢的 停車都不用錢 你說哪一個國家有這種標準 因為紓困這個用意主要就是說 你一定要有困難的狀況之下 沒有錯他有困難啊 所以你們 他如果要增資他要提升自己 就像我剛剛舉的例子 既然車業者 他要投資給司機 大家買制服或者是車廂 整理的乾淨一點買新車 提升他的競爭力 他要去貸款 他要去融資 我們給他一些利息上面的優惠 或者是補貼 這個我沒有意見 他在提升自己啊 你們現在就純粹停泊費在做前面 這個叫什麼紓困呢 我們這樣子有提升到他的競爭力嗎 是 是 委員提到的一部分 我們是考慮在前面的獎勵 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 包括他要提升他的 你這個船舶如果說有相關的設施 你要去做一些 不是這個我沒有意見 他設施要提升 他要投資 他要來貸款 他要融資 我們讓他更 來讓他 有優惠的相關的利息 這我沒有意見 可是我對於你們 這個停破費的減免 我非常有意見 請部長說明一下 謝謝委員 我想您提這個 您提這個確實是有一個 相當高度的問題 我們的了解是航運界 普遍現在都是這個困難 確實有一兩家 他們的影響比較少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他被績效懲罰了 可是大致上來講 幾乎是所有的航運界都期待 政府在這個所謂 經營環境上 也給他們一點幫助 您前面所提到的紓困 這個什麼例行 那個確實叫做 自我體質的改善 現在是希望環境 也對他有點幫助 少數的有一些機優的 確實他們比較不需要 但是我們希望 對於整體的環境 在一個限期之內 來給他們一點幫忙呢 恐怕也是政府在過去 那你們懲罰基憂的 我想沒有到懲罰了 是懲罰嗎 就是差別待遇嘛 這個部分 關於連續試劑 假如說不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覺得我們是可以 跟他們商量看看 也給他們一些其他的協助 但是整體的 對於環境上的改善 包括過去對營建業 其實有很多做法 都是對於整個行業的幫助 你要提升整個行業 這個我們都支持了 我剛剛也講過 前提是航運對台灣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產業 我們也不忍看到任何一家 因為經營不善 而虧損破產之類的 我們所了解 但是我們不能懲罰基憂的 我完全了解 其實真的大概有一些 這是變相的懲罰 對於這個績效懲罰部分 我們會來做一些協調 但是整體的航運的改善 我覺得其實大部分人 是面臨這個需要的 這個希望 那是不是這個方案 能夠重新來檢討 是是是是是 好那接下來 我們這個三港法 依照三港法 我們行政院在民國71年 也是30幾年前 有公告 這個相關的檢疫毛地 的這個劃設的範圍 那這個劃設範圍 就花蓮來講 是花蓮西北口海岸 到外面一公里的地方 但是現在這個區塊 已經是水深不足 也不能夠再停靠船破了 但是這個是30幾年前 所公告的這個 檢疫毛區啊 那我們是不是 能夠重新來檢討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希望能夠重新來檢討 因為這個案記的 這個補漁苗漫苗的這個 這個傳統已經在花蓮市 多年來的一個傳統 那麼在暗記來補漫苗 來補漁苗的這個 這個這件事情 最近卻因為跟我們早期 三港法所公告的範圍之間 有所衝突 那讓我們漁民的生計 而且他就只有這個季節 讓他生計面臨了困境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既然已經經過三十幾年了 這個檢疫毛區的化射的問題啊 這雖然是七十幾年那時候化射 可是根據我們這一二十年的觀察啊 花蓮是算是一個侵蝕海岸 所以水深它並沒有變淺 這是第一個 但是您剛剛有提到的是那個 補漫漁苗的問題喔 這可以從在其他的政策面 可以再看是不是可以做一個配套 那質疑 不是我們如果可以在特定的季節 特定期限內喔 是能夠開放來允許 那在我們三港法當中喔 這個提供一個 可以開放一個專案的 准許的範圍的話 是不是可以兼顧我們地方漁民的需求 我想這是關於這個 政策上 我們下去以後跟航港局啊 我們再密切來協商研究 來解決這件事情 好那你們是不是能夠競速 因為剛好現在碰到這個捕魚劑喔 那對於地方漁民生計喔 難免產生一些衝突的問題 是不是能夠整體來做檢討 而不是這個漁民在跟我們相關的法規 跟執法人員喔 在有更深的這個衝突之前 我們做整體政策的重新的思考好不好 因為畢竟這個也是已經行之以 九三十幾年的一個政策了喔 那另外喔 照今天的預算來講 我們看到不管是航港基金 或者是我們港公司 就各港部的投資 啊來說喔 在至少在預算裡面 並沒有特別呈現 我們對花蓮港的整體的 未來的願景喔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讓人大失所望 跟遺憾的地方 因為我剛好前幾天在高雄參訪喔 看到一個如果說我們的港公司 跟地方政府能夠充分的合作 那地方政府也提出很完整的願景喔 其實是能夠有一番作為 也能夠有很好的發揮喔 但是喔 我非常遺憾的就是花蓮港喔 一直這幾年來喔 不但是我們在預算 這不是只有今年而已喔 過去幾年其實都 並沒有做什麼樣的整體的規劃喔 長期的願景喔 以及投資 那我甚至看到唯一的可能要做的就是 BOT啦 蓋飯店啦 可是部長我要跟你講 花蓮其實很多的飯店 現在已經空房率非常的高 如果說我們港公司還要出來與民爭利 然後再去蓋一間飯店 我覺得它對地方的幫助不大 反而是好好的整理港邊的措施 不管是油氣措施也好 旅遊措施 旅遊的設施也好 整理一下周邊的景點 或者是發展會展產業 把國際的會議啦聚會帶到這個地方來 反而是對地方發展更有效的喔 所以我希望在規劃的時候 我們好好的來思考 因為全世界緊鄰港邊的這些城市 其實都有很好的發揮的機會 即便我們已經不是這個大型的貨櫃 這個船停破像台北啦高雄這些港口 這樣子的一個規模 但是我們看看地中海這些城市 是從威尼斯啦坎城啦 他們其實都有新的這個娛樂上面的定位 那我覺得花蓮港它當然有它的一個潛力 可是我們並沒有做很好的規劃 當然這個有賴地方政府 跟我們港公司共同的配合喔 但是我覺得這個在我們在預算裡面 希望能夠在未來還是要好好的來做一些規劃跟呈現 因為到目前為止顯然是投資不足的狀態啊 是我想屬於公共性的部分 我們還是應該來加油 是謝謝 好 那是不是能夠就你們目前 到底有沒有從我去年問到現在 到底有沒有什麼新的規劃跟進展 也能夠就書面資料提供給我們辦公室 書面提出報告好不好 好的 謝謝謝謝 好 謝謝蕭美行為 快一點喔 那個沒有答詢的同仁可以用餐了好不好 在底下沒關係齁 接著請許有明委員發言 你們可以用餐了沒關係 謝謝主席齁 有請部長 好 請賀成部長 好 習委員好 部長你好 今天我質詢的題目可能跟今天預定的主題有點距離 我想主要就是關於台中三首線的問題 是 這個其實最近媒體也在報導 好 那你其實有些回應啊 你說這個 總統期待民意的要求 或地方政府這個提的計畫 交通部會綜合評估 並與行政院高層做最後的決定 好 部長可不可以講更清楚 就是 從交通部的角度而言 是怎麼看 中台灣 尤其大台中地區的交通建設 那這裡面三首線你們又怎麼定位它 那目前遇到的困難是什麼 好 因為 顯然 因為我之前也開了一個協調會 你們也很高興你們副司長有來 不過副司長 可能因為層級的關係 他一直沒辦法明確的講說 到底目前的進度如何 你們看法是怎樣 所以今天就借用這個機會 想請教部長 我想 台中的民眾也很關心這個問題 雖然身格為直轄市 上次遇到部長也是這個 台中火車站 整個高價化啟用 不過這個高價化已經算是前朝前前朝的作為了 我們想知道新政府或是部長 你怎麼看 整個中台灣 那三首線你的評估是什麼樣子 你們的態度是什麼 這個就像徐委員剛剛所提到的 前一陣這個高價這個部分 等於是把台中大台中在三線部分的鐵路的能量 跟它和市區的結合做更好的安排 現在我們首先應該在大台中地區的軌道部分 就是應該把海線部分 它的這個路線容量能夠提升 同時能夠讓這個海線 它透過我們現在已經編列預算的追分到成功 可以把烏日這部分的這個高鐵呢 也把海線變成是它的一個直接可以服務地區 這個是我們最優先要來辦理的 接下來可能我們要來辦理的是 希望能夠來強化 屬於在我們台中港到沙路這一帶 它的公共運輸 那這個部分的強化 也是我們希望能夠來跟地方政府合作 做好這件事情 部長我看這個圖你應該也看過 它其實有兩塊 所謂三首線就是彩虹線 這個後里道大甲這一塊 那另外就海線雙軌高價這一塊 那你剛才提的其實跟這個規模還是有點距離 那當他們提這些計畫你們的評估是什麼樣子 因為我知道它現在送到副審 可是副審基本上是委員們的態度 那我比較關心的是交通部裡面的態度是什麼樣子 比如說它這個海線雙軌高價這一塊 你們看法如何 因為這是錢花最多的 那另外一個是彩虹線 就是把大甲後里這邊連結起來的 它雖然叫捷運喔 其實它基本上是鐵路捷運的概念 它也沒有所謂地下化的問題高價 我想成本上面都會比較好處理 那部裡面的看法是什麼樣子 我再次強調就是 我們認為現在要做的最優先 就是把海線的路線容量提升 至於說它是不是要到高價 因為就像剛剛您講的 一高價以後 整個工程的經費 就增加很多 而且使得這一個路線容量的提升 反而延後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 把清水到沙路這一帶 這個屬於現在還沒有雙軌這個部分 優先來做 這個是我們現在覺得 所以雙軌會是你們的目標 對對對 那高價這部分呢 你們覺得成本太高 高價這個部分其實就是看它真正的需要 因為現在如果說它的班次還不是很密的情況下 平交道現在的處理 應該也許有至於 不至於太影響地區的安全 我想這是交通部跟台中市這邊一個落差所在 就是從審查委員或是您的意見都強調 需求 有沒有這個需求的問題 是 審查委員也講說 那會不會太攻擊取向 就是說 雙軌 雙軌你認為有 可是高價不一定 可是我們會擔心的是說 其實交通的建設 如果 部長你不要只從交通部的角度來看 交通建設常常會促進區域的發展 是的 都市的發展 是的 那台中 我們前面講三線這一塊高價 影響到蠻大 可是它很多還是在 跟舊市區 舊的台中市區是重疊 很多更關心的是 他從舊的台中線納入台中市以後 他會覺得他被邊緣化了 我想不只海線這邊 很多鄉鎮都會有這種感覺 瞭解瞭解 那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交通建設反而會促進這個發展 促進這個需求的提升 是 就是說 如果從部裡面的角度來看 我想 我們現在很多重大的建設都可以劃掉 因為都沒有這個需求 報告委員 剛才我也是完全是從這個角度才建議說 除了海線以外 我們希望把台中港和沙鹿這一帶 它的公共運輸透過也許甚至於是輕軌的方式來做 我們都願意來支持這件事情 那彩虹線呢 因為我時間實在有限 彩虹線的需要我覺得是應該要慢慢培養的 它現在因為連一般的道路都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的需求 因為他們有這個建設 對 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我除了它才是應該培養 只要培養到一個相當程度 我們願意見到它有更強的一個公共服務 部長時間實在很有限 不過我只能說 我聽了以後是非常失望 我希望再有機會再跟你說 因為三手線如果按照原定的計畫 這不是七折八扣 不會啦 我們有共同的這個共識 應該是屬於海線雙軌的部分現在的強化 這個部分 你真的要好好想一下 交通部裡面這個政策已經定了 如果是這個方向 我不會用什麼總統的承諾啦 院長的承諾什麼這些東西來 我只是覺得說 若從台中的發展而言 是 真的很需要 我真的不要提高雄市這個百億的這個 鐵路地下化這個 連嘉義都要高價了 台中不能說 我們看到的建設都是前潮流下來的 我絕對不會忘記台中的需要 所以我剛剛才說 像輕軌這樣的建設 我們願意來支持 因為這個確實是會地方有服務 我覺得就是希望部裡面 還是好好跟台中市政府這邊 好的 一定一定 也有機會再來跟委員做詳細報告 否則 老實說這個結論真的是很難以接受 我個人是這樣看的 我們現在沒有做結論 現在只有說海線先強化 至於說 彩虹線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先培養運量 我們並沒有說是完全否決 只是認為這個事情需要一些相當的階段 OK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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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又明委員 下面請簡東銘委員發言 請 主席 以外人員 有請港務公司 吳董事長 請港務公司 吳董事長 請港務公司 吳董事長 大的海港 現在我跟吳董事長 你看看這個 現在有放出來的這個照片 你知道不知道這個在哪裡 那上面寫的是南語的開園港嗎 已經寫在上面了 南語的開園港 這是早期的一個畫面 其實目前也是一樣 也是相當成舊的一個港口 曾經在一百年的時候 我跟金建會 現在是國發會 金建會的副主委 黃副主委 我跟他到南裡 因為當地的居民一再要求 把這個舊港跟新港能夠做一個合併 但是因為主管機關是台東縣政府 但是這個港 按照它的這個史料 那個歷史 而來去調查的情形 它是在民國五十四年 民國五十四年是由花蓮港務局所建的 花蓮港務局所建的 是 像花蓮港務局就是現在花蓮港務公司 是 所以一直蓋到現在目前這個狀況始終沒有改變 因為台東縣政府的財力 要能夠做一個新建的話 那是幾乎不容易 不可能 是 所以一百年間我跟金建會 現在的國發會 在黃副之委 到南裡 是 我們去現場去看了 他也認為說 這個真的是有必要來做一個合併跟新建 但是經費真的是不曉得要從那裡來 後來我們在金建會召開了一支的協調會 當時參與的就是我們交通部 大概就是港務公司 另外就是農委會 漁業署 這兩個單位 這兩個單位 在101年就有一個共識 規劃費大概的時候 需要的經費大概是750萬 各分擔一半 各分擔一半 不曉得 那個 港務公司 或是 有嗎 航港局 了解不了解這個事情 跟委員報告 那個 這個港如果 剛開始 是由花林港來代為新建 應該是他在省府的時代 那麼 民國54年 對 那在省府時代 那麼由省府來指定花林港來幫忙 那目前這個港 我所瞭解它現在是屬於漁港 那漁港的話 是屬於漁業署的這個 俠館範圍 那剛剛委員提到 這個101年在金建會 或者是在國華會有開過會 那我剛剛問的這個 花林港的這個 就是我們的主管 他好像是沒有這樣印象是不是 跟委員報告 這個 這個花林縣這個 的確當初 這個 開原港在 560年代是 那時候交融處 委託花林 港務局來代為新建 那現在整個的 港口呢 劃歸到 航港局 來做一個管轄 那並不屬於 港公司來做負責 那所以說等一下 是不是可以請 航港局這邊 來回答 那個謝局長 你對藍裡這個地方 是相當熟悉的了 我也跟你道過幾次 現在 因為這是個漁港 漁港 基本上是有漁港 但是因為它也做這個 交通碼頭的一個功能 所以如果交通碼頭的功能 它有這個需求的話 據我所知 台東縣府已經在 在今年六月把這個計畫 這個這個 當時就是 編為第二類的漁港 那麼實際上 我們也知道 蘭嶼那些漁船 都是比較小型的 公用大概 還是以交通船為主 從這個富剛 台東的富剛 還有屏東的這個 恆春的貨壁湖 遊艇 跟這個交通船 等於是合併在使用的一個港口 所以像這樣的狀況 我們始終就覺得說 好像就變成一個 商不管地帶了 到底是儀業署要負責 還是我們港務局要負責 就推來推去 所以當時這個 進建會會出面來做一個協調 原因也就在這個地方 問題就是說 這個規劃經費101年就是核定 也經過了幾次 101年12月11號 這個委託開始 然後102年3月14號 召開這規劃的這個 起初的報告 102年的9月5號 其中報告 其中報告審查會 之後 103年到104年 已經經過5次的這個 期末的審查會議了 就到104年的12月 是最後一次的期末審查會 把這個規劃做一個完成 但是1年之後到105年 1月到12月完全沒有進度了 完全沒有進度 規劃已經是 報告已經都出來了 但是 不曉得哪一個單位要處理 可能就變成這樣的狀況 是 包委員 剛剛我們去查詢 這個是地方政府在辦 應該是 我們中部辦公室這邊有機會補助給他們 他計畫好像 剛剛去問是說 還沒有報到部裡面這邊來 那原則上就是說 我們會請那個中辦去 協助地方趕快 因為這資料是 我向你們要的話 你們提供的 是 但是就是本部 應該是交通部 跟農委會 你們是各付一半的這個規劃會 各付一半的話 規劃會已經整個 結果已經出來了 就等於完成了整個規劃 一年了 可能地方他還沒有報過來 不過這一部分我們會 不可能啊 因為他是104年12月 因為剛剛去問的結果是說 他還沒報到部裡面 那是不是有其中有什麼問題 需要去協助他們 我想這個委員的交代 我們回去會趕快來 因為很多的事情 我們不講 就好像就沒有進度 已經經過將近五年的時間了 從核定到現在已經 105年12月了 整個規劃進度 前面還蠻正常的 到104年12月 就這一年以前 整個規劃完畢 後續到底規劃的情形怎麼樣 需要多少的經費 經費出來之後 是不是跟過去這個規劃費 這樣的分擔方式 也沒有一個 完全沒有一個結果 我想我們會回去趕快交代這一部分 趕快做後續的處理 所以我想說 我們既然已經做這樣的動作 而且地方是那樣的需求 雖然那個島是一個小小的島 它是非常非常 既有它的特殊性 旺季的時候 遊客還是蠻多的 交通量都是靠交通船 或者是搬機 所以基於這樣的問題 這開圓港不單單是 面積不是很大 又分新舊兩個港 把它分開來 他們希望在十幾年前 他們就希望說 能把它合併 但是始終沒有經費 因為主管機關 台東縣政府 絕對是沒有這個能力的 聽說台東縣政府 整個台東一帶的這些港口 幾乎都是台東縣政府 在主管機關是台東縣政府 所以基於這樣的問題 上五年前 進監會就非常非常的重視 當時我們當地的經民覺得說 有希望 這個應該是可以能夠做一個 很好的一個改善 二外面 重點就是他們的遺傳的安全性的問題 能夠把它做一個很好的一個規劃 這是有它的必要性 規劃已經出來了 我希望我們能夠相關的單位 既然我們分擔了一半的這個 這個那個規劃經費 也能夠跟一月署 能夠做一個密切的一個溝通 包括台東縣政府 你們也要去督導 是是是 這個委員的交代 我們會後來追蹤跟交辦 我想這一年當中整個狀況 整個進度 我需要書面資料 能不能提供給我 是是 你們就跟台東縣政府來聯繫看看 到底結果現在是怎麼樣 規劃的顯現到底需要多少的經費 要怎麼去處理 不能說就不了了之啊 七百三價花下去就不了了之啊 好 我們來提供書面意見給委員 好一個月之內 是 好不好 好的 謝謝 好謝謝 簡陋民委員 請劉兆豪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主席 不請 謝局長 韓港局 謝局長 劉允豪委員好 局長好 局長 台東縣的沿岸雖然有許多的港口 但是 主管機關都隸屬台東縣政府 但是其中的船隻的檢查 目前還是韓港局在檢查 那我請教一下 局長本席在多次的反應 因為 如果從台北來看 台東跟花蓮 大概是在隔壁 就在隔壁 但是事實上 他們距離是應該要 有160公里左右 所以那個車程 有將近三個多鐘頭的時間 那現在 我們現在在檢查的速率 我覺得一般 一般船隻 你們是 你是多久派人到 從花蓮到台東來檢查 或者是 授權給台東的先政府機關 或其他配合的機關 來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我先講一個事情 就是說 我們韓港局的同仁 在台東縣的 正式加約聘僱的 有多少人現在 我想是比如東航中心 來來來來 講一下來 報委員目前是配置五位 正式員工 五位都正式的嗎 是 實際到任了多少 實際 目前也是五位 五位 那五位 這五位要負責什麼樣的工作 如果說 我現在只講船隻檢查的部分 兩位是監禮的部分 兩位是海濟 就是檢查 三位是檢障的部分 那因為一位是今年剛報導 他可能還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 那現在台東的漁民多次的反應 就是說 我們在船隻的檢查 他們有時候 要曠日廢時 他們就要排隊 怎麼再解決 局長又這樣 或者是 對不起 我不知道你的職稱是 東部航空中心 航空中心 主任你來說明一下 因為那個 跟委員報告 目前為止 其實我們是隨到隨辦 那原則上 你去查一下 沒有隨到隨辦 絕對沒有隨到隨辦 查一下 你說隨到隨辦 是 我如果預約明天要辦 你們就會來檢查嗎 原則上我們是要這樣配合 但是你們希望大家 但現在不是這個樣子 可能就是離島的部分 因為離島的部分 反正離島我當然不能要 離島 南與綠島當然 沒有辦法 你們總是要船隻配合等等 但至少我 我以台東兩個 比較大宗的移轉的錯路 富剛漁港 跟成功漁港來看的話 你們目前為止 是沒有辦法隨到隨辦 好不好 這部分我回去再詳細了解 但是目前為止 因為如果 你們目標要隨到隨辦 但是現在因為人手的問題等等 目前還沒有辦法隨到 我在想說 到目標我們希望隨到隨辦 但是我們希望能夠來 看你們怎麼樣配合 如果你們人手不足 或者是可以有些地方 你們可以 跟台東縣政府大家一起來合作的 看怎麼樣處理這件事情 好 局長 我想 第一點是 因為現在新的人力 還是需要高考來補充 那我想下次高考有人力 我們會優先 就台東的部分來補充 那麼另外 隨到隨辦 因為事實上 這個申請以後 是由我們的同仁到那個港去檢查 那時間當然沒有辦法做非常密切 不過我們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局長 那我現在在 我們現在台東 因為我們台東南語 台東南語跟台東綠島之間 除了客輪之外還有貨輪 那我們照規定 貨輪就是只能再貨運 只能再貨運 但是我們每一年 特別是在颱風季的時候 都會發生一件事情 因為颱風到了 所以要疏散旅客 所以客輪不夠的時候 有些旅客就會 希望能夠 貨輪也趕快 在貨輪開的時候 能夠搭乘 貨輪趕快從蘭嶼或綠島 回到台東 回到台灣本島 那目前這件 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怎麼處理 那個來 那個 這個我們有一個 我們傳播組頭組長 組長 我們現行的法令 有一個規定 叫做貨船搭客的管理規則 就是它可以向 由船東來向我們航港局申請 我們可以來接受辦理 要多久以前申請辦理你們才會辦理 就要幾天前 要幾個小時以前 這樣你們可以來處理這件事情 這部分法令沒有強制性的規定 所以它可以提前來申請 就 那個時間你們沒有規定說 比如它三天 或者是 兩天以前 來處理 沒有規定 好 那在之前 在去年或前年 颱風都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因為 貨輪 然後因為旅客 希望趕快回來 所以貨輪就 去載了乘客了 載乘客 然後再可能這樣 衍生一些糾紛 那我們局長 或者我們同仁 你要怎麼樣來 預防或處理這樣的事情 我們 我們 當安全考慮為主要 安全是第一 貨輪不能再 載運 旅客這件事情 我們當然是以安全為第一 安全為第一 那第二 就是說但是它如果在安全 許可的範圍之下 再遇到颱風的這樣的狀況 我們怎麼樣能夠善用 客輪跟貨輪增加它的運能 能夠把 旅客也給它再 再回來 這件事情 那組長 這部分的話 如果說是 船東有這個需求的時候 那個 就是人民有這個需求的時候 可以 可以依據剛剛那個規則來 那你們容許的量是多少 看每次船是不一樣 12個人以下 貨船是12個人以下 只能載12個人喔 12個人以下 是 那 那難怪他 那我們 跟我們 跟我們要達到那個 蘇運的狀況是 你們 我們在討論 你們這個是行政命令嘛 自己訂的嘛 你們訂這個12人以下 到底是因為 安全的考慮 還是其他的考慮啦 不然這個12人 你一方面颱風到 你希望貨輪能夠 疏散一些旅客 但12人顯然是 沒有辦法達到這樣的 目標嘛 這個因為是 我的前提還是當然是安全考慮 如果是你們因為安全 你們就講安全沒有關係啊 你們 你認為是怎樣處理這樣 因為 國際公約的規定就是 他載客12個人以上 就叫做客船 所以等於講 那貨船搭客是一個通融的一個辦法 所以我們都 就是會限制他在12人以下 有這樣的情形 局長 那個委員我想 站在這個旅客蘇運的立場 我們會再來檢討這個規定 那因為我感覺上是 過去都是由這個 這個船商來給我們主動申請 那或許我們將來在颱風 這個發生之前 我們先把這個蘇運這個計畫 局長我現在討論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說當然是絕對是以安全為最首要 但是因為遇到颱風這樣比較特殊的狀況的時候 如何能夠以比較有效率的 運輸滯留在離島的旅客或居民這件事情 要未與籌謀來做這件事 也要主動出擊啊 坦白講12個人大概 船東大概也不會去 也不會去申請 他只能載12個人 當然我們是要強調是以安全的考慮為主要 也許因為當然國際上有國際的規定 但是我們以臺灣來講 那每一隻船隻如果它在 我們都了解它的整個構造 或者它的配置 位置的配置 如果它真的發生比較緊急特殊的狀況 事實上它是可以做這樣運輸的功能的時候 我們反而去主動去了解它的船隻的整個 空間的配置跟結構的安全 好不好 局長 是我們照委員這個指示的方向 我們來處理 好 局長 那我本期再來請教 就是現在因為 我們現在因為離島的 東北季風車也在冬天的時候 因為是運輸的 船班運輸量是會下降的 下降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說 由於綠島相公所 它為了要讓自己的居民 能夠比較不受這種天后的影響 能夠來往返綠島跟本島之間 所以他們綠島相公所 自己想辦法它要去買一艘公的船 我不知道這個計畫 公物船 我不知道這個計畫 有沒有跟韓港局來報告了沒有 你有嗎 我們是有收到這樣的一個訊息 那包括了綠島和蘭嶼好像都有這樣的需求 但是就是未來的話 有關離島構建傳播的這部分 會走這個公共建設的這個可行性的評估 那經過了評估之後 財務和經濟的一個評估有確實可行的話 我們再來推動 目前的狀況 他們已經把這個申請或這樣的構想 有沒有送到局裡面來做討論了 目前沒有看到 目前還沒有 不過我覺得事實上像這種交通事業 如果說這個民間可以做的話 應該盡量還是民間來做 局長 如果我們工部門可以站在 比如台東現在有好幾個傳物公司 在經營這個航線 如果我們藉由工部門的適當的協調 可以讓這些傳播公司在淡季的時候 還是能夠扮演起這個 積極的來服務旅客的 或者是在地居民的這樣的一個責任跟工作的時候 當然我們對公務的公務船的需求就會下降 但是通常因為有時候傳播公司 他也有他的另當的另外的考慮 所以兩個離島 他才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我們希望港務局在記憶溝通的協調這部分 也來積極跟像公所跟傳物公司 大家來盡量的來協調好不好 是 我們遵照辦理 好 謝謝 好 繼續請 黃文基委員 黃文基不在 張立山委員 張立山不在 林德福委員發言 黃東順委員發言 黃高順 黃東順不在 請賴瑞隆隆委員發言 黃大利財經理 好 主席 各位員 請那個賀成蛋賀部長 賀部長 好 我們請部長 謝謝 部長好 部長好 部長辛苦了 你前幾天都有去高雄 首先謝謝你 我看到了您對那個 那個上次重車那個事件 十二七號的中央潮車造成一個拇指雙亡的一個悲劇 那我看到你前兩天也很明快地去做一個處理 那我想先跟你說明 其實上次我在質詢中央董事長的時候 他也答應了就是他企業的精神 就是他優先回饋精神 所以從他的722輛的部分 他優先來加裝 所以我想這個是非常好 我們也希望未來推動更多的一些國營事業 包括在港區內的 如果可以的話能夠鼓勵他們能夠優先來裝設 我想這對於這些重車他經過的區域的人民 是一個非常大的照顧 至少減緩這些悲劇的一個發生 那再來 我想今天處理的是港務公司 其實港之間也非常多的重車 事實上中油的那個楚音站設站的地方 也就靠近港邊 所以他運送那個油的部分相當的便利 那我那天看了一下部長的報告 大概就是你約定 2000輛的部分先全額補助 然後3000輛的部分是先做八成的補助 那剩下的部分部長有什麼規劃嗎 其實跟臺文的報告 這個剛剛講在訴訟或是我們覺得可以朝這個方向來跟國公會來做討論 可能也不能叫做定案 但是其他的車輛呢 我們就依照過去我們對於這 部長麥克風不會 不好意思 我們這些設備的提升呢 其實都會有一些大概我們49 51這樣的一個對照啦 那實際上我們在這個財力上跟工會他們這邊的整個這個規模的需求呢 我們還要跟他們再來進一步討論 好 因為現在的大客車跟大貨車加起來差不多20萬輛啦 1月1號開始就要推動 那但是既有的大客車要到後年的1月1號才來推動 是 這個部分也有時程也有提前 現在也跟工會協調以後 107年開始大客車也會開始 對 就107年嘛 後年的1月1號嘛 那大貨車的部分也要到107年才來推動 對 現在也是朝這個方向 新式的車子也朝這個走 那關於這個既有車輛的加裝部分 我們現在先來跟他們做協調 好吧 這個部長再請能夠加快他的速度啦 因為其實這樣看來都還要一年多的時間 那事實上這個如果 如果我們能夠加快騎乘在這一年的時間 能夠多救幾條人命的話 我想這個都是非常非常大力的功德 這也是剛才您提到的國營事業也好 或者是我們自己公共所辦的工程也好 先優先來要求這些相關的這些所屬車隊的話 我想就大有幫助了 好 謝謝 那再來有一點時間 因為這個港區的其實很多的道路狀況 其實都不佳啦 像我現在秀在地圖上面 這個道路狀況其實都 都很差 那個車輛都非常的嚴重 如果部長有去看 所以你也了解到其實那邊的道路狀況 其實都蠻需要做強化 那之前也跟部長也諮詢過啦 那現在其實港務公司每年都有編一些經費 給這個來做一些維護 不管是港外的區道路維護或是港內的部分 但我希望部長能夠包括港務公司這邊也都在這邊 我希望能夠再督促這些錢要用在刀口上面 就是如果是這個兩三億的經費的話 一定要把周邊的道路那一塊的效益要達到 甚至於包括一些車輛的過磅 或者是超載這塊一定要確實去落實 因為如果那個部位有辦法落實的話 才有辦法讓道路品質維護得更久 那也才能夠讓整個道路的更安全 我想這個對於當地的居民的話就會非常好 我想港區的周邊特別是小港的部分 我想空氣污染的問題跟道路 那道路是真的是狀況不好 所以我希望部長能夠再更大力的支持 錢能夠把它用在刀口上 確實來改善這些道路的一些狀況 針對需求高的地方一定優先來辦理 好 然後我也希望是港公司跟市政府這邊 公務局那邊要去做溝通跟要求好不好 能夠落實在這些道路確實很差的地方 每一個道路如果能夠去有效的改善的話 對於老百姓的安全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是的 是的 那再來剩最後一點時間我想要問一下那個 旅運大樓不知道現在的進度是部長 旅運大樓的部分 高雄的旅運大樓 跟委員報告我們目前是希望能夠在108年底以前 能夠興建完成 好 我希望部長也能夠大力支持這個部分 再加快速度 因為其實從幾次的執行率都有點拖延了 從最早的時候 然後這幾年其實郵輪的部分 這也是高雄海洋城是一個很重要的機會 但這幾年的郵輪狀況 這一兩年其實並不太好 所以大家其實對這個旅運大樓有很高的期待 一個好的新的設施的旅運大樓 能夠帶動更多的郵輪進駐到高雄來 這塊請部長跟董事長大力來支持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我們來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邱智維委委員 好 謝謝兩位主席 主席 請部長休息 好 請部長 部長休息 請部長坐下 請部長休息 好 站了一個早上 請這個航空局謝局長 謝局長請 請部長休息 再講清楚 後面還沒講完 邱智維委員好 空局長 你有觀光的專業 因為你把這個觀光局 那時候當局長這個觀光業務 弄得有生有 무� Attend 當然如果航港,因為台灣是沒有環海 那航港作為一個主要的觀光的門戶之一 如果把航港建設結合觀光 我想你能夠來推動 覺得應該會有很好的效果 就你現在的位置是航港局局長 在現在國內四大主要的港口裡面 不論從北到南,基隆,台中,高雄到花蓮 這四個航港裡面最具有觀光權力跟觀光資源是哪一個 我想應該是基隆跟高雄 基隆跟高雄 所以因為他過去一個在南一個在北 都是臨近都會區 他在臨近都會區他有附帶的相關的周邊的城市 比方說基隆,台北市跟新北市 高雄市可以到台南也可以到這個屏東 所以整體觀光資源會比較多 所以因為這樣子你要把你過去的觀光專業 最集合在航港的建設 譬如說現在高雄作為南向這個最重要的基地 南向當然是人的流動很重要 貨物的流動很重要 雙邊的經貿潛力很重要 我們討論到人的流動 人的流動就是這個旅客的英棒跟澳棒 澳棒如果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比方說除了飛機之外 我們用這個所謂郵輪 現在郵輪是芳心未愛嘛 但是很遺憾就是說這幾年啊 特別是今年 立信用的他沒有停靠這個高雄港 就都在基隆港嘛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種就是說 過去好像還不錯 那這一年好像 主要的這個郵輪公司沒有把高雄作為主要的選擇 我想這部分你就要去想辦法 問你出來哪裡 有沒有可能制定這個差別的費率啊 比方說你這個高港的付費跟低港的付費有沒有一致 是一致但是對於這個差別 譬如說第二站第三站 他有這個打扯的一個規定 這是港務公司的業務 所以既然他定位是南向政策基地 所以你要讓人的流動更為效率 更為經濟嘛 那游人作為一個主要的這個旅行方式 你如果沒有停靠高雄港 這個南向基地是喊假的 所以產業要南向觀光也要南向 你要把人帶出去之外還要把人帶進來 那你要考慮去怎麼樣制定一個差別費率 如果這個高港付費的方式度的這個降低 提高誘因讓這個郵輪公司啊 能夠以高雄作為一個主要的這個停泊基地 這可能性怎麼樣 郵輪這個部分是不是請吳董市長 那個市長 我想我們對於郵輪的這個搏靠 有一個優惠的措施在這邊 那如果他在台灣是 掛靠兩個港三個港四個港的話 那麼分別在第二個港第三港第四港都會有 九折八折七折這樣的優惠 那至於說是不是第一次掛靠高雄就可以給他更多的優惠 這個我們可以通盤再來評估一下 那另外在 應該立即 是 全面去趕快去評估 事實上 事實上我跟委員報告 機會稍重其事 這個搏靠的費用 可能不是他考慮這個 要不要來掛靠的一個最主要原因 那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最主要原因我們其實目前碰到最大困難是簽證的問題 那簽證你要讓他簡化 對我們現在事實上是會跟相關部會在進行 比如說七十二小時 他免天證可以停留七十二小時 對 這個我之前有 一而再而三有質詢過 這個我們一定會跟相關部會在進行 法令要鬆綁 我們這還是在僵話 那什麼時候可以檢討出來 這個 這個因為是 我來幫你們開個公聽會好不好 我們非常願意配合 好我來開個公聽會 部長 我來跟這個董事長跟局長來共同討論 事實上我們今年下半年 還有會同相關的單位 對我跟委員報 我們今年下半年在高雄港所取消的這個航線跟班次 事實上都跟這個這個簽證有很大的關係 對 所以問題是在哪裡 我們去解決他嘛 是 好我近期我跟那個賴瑞隆 我們共同來來找陳雪森 是 我們共同來燒開這個公聽會 是 是 來解決這個問題 是我們來 那當然 吳董事長您就任多久 三個月多幾天 對 那那個郭總經理 兩個多月 兩個月吧 總經理啊 他如果這個以前在高雄市任務的老同事啊 是 他在立高雄 他對高雄最了解 未來南向基地啊 我想他這個要怎麼去執行落實 發揮高雄作為這個台灣最重要的遊樂母港啊 我想我對這個郭 郭總經理 我覺得表示肯定 我也深切期許啊 你在地高雄人 你要把高雄特色發揮出來 那結合謝偉君 謝局長過去的這個 觀光的專業啊 常常討論出一些好可行的方案 那下禮拜 我就正式開一個這個公聽會 就這個簽證的問題啊 我邀請這個陳雪森來當我們主席 共同來主持 來解決這個問題 否則你知道問題沒有去沒有採取實際的行動去解決啊 我想每天都是這樣子來來回回啊 那高雄很可惜 那麼好的一個一個條件跟資源 那個郭總 你在地高雄有什麼 跟委員報告 我想高雄這一塊做遊樂母港 只有他絕對是有他的條件啊 那相關剛剛講的簽證的問題 或者是遊樂母港一些相關的配套 跟高雄的觀光集市政府 屏東台南怎麼來把它串連起來 等等這些問題 我們都會以最短的時間趕快把它完成 好 那那個港雲大樓 柯雲大樓 目前進度是落後還是超鮮 他整個土屋 這兩年的土屋被耽誤了 那耽誤以後 在今年的5月正式開始動工 那現在地下 108年底嘛 是108年底一定會完成 一定會完成 所以我每天都幫你順順順順 所以你能夠提前 品質兼顧 把這個旅運大樓把它蓋好 因為亞洲新灣區就缺你們那一個區塊 那區塊完成之後 整個亞洲新灣區 代表高雄市的一個新亮點 所以我想 董事長跟總經理 跟那個我們謝局長大家共同來努力 好 好 謝謝邱智委委委員 請您先就請您先聽著好了 是 我們的謝局長 您是觀光的長才 許委員好 那您在就任的時候 您也希望能將您累積的觀光的能量 將跟我們的航運能做結合 對不對 那剛才邱智委委員問 我們這個最適宜發展觀光的港口 請問有哪一些 因為在這個 你直接講就好了 對 您剛才講的是哪幾個 是基隆跟高雄 好 那表示呢 您對花蓮是完全沒有規劃的 不是 我覺得對花蓮也有信心 但是因為花蓮的人流沒有那麼多 好 所以花蓮應該是比較一個另類的一個 所以 您的另類是怎麼樣 來說說看 就是 他 我想 基本上我覺得花蓮也適合這個郵輪觀光 那他的 事實上 他可以把這個 那個花蓮的太魯閣 還有當地的這個美景美食 把它結合在一起 是 好 所以花蓮也適合觀光港口 對不對 是的 其實花蓮在我們的這個 這個大正九年 已經是 我們五周二廳 已經是花蓮港廳了 在我們這個這個 民國五十二年的時候成為了國際的商港 其實在昭和的時候 昭和十四年 他已經把這個花蓮港興建完成了 昭和十四年就是我們民國二十八年 等於說花蓮港是一個接近八十歲的老港 尤其有一首歌叫這個阿里三日月潭 再來就是花蓮港 所以花蓮港他帶動了整個 我們無論是唐業以及我們的觀光產業 還有水泥運輸以及我們的紙漿 所以後來才會在 整個花蓮有一個產業性的鏈動 連金融今年的我們花蓮二性 是一百年的 一百年周年慶 一百周年慶 所以表示花蓮港在花蓮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的定位 也是繁榮地方的 但是本習在這一次裡面 我們看到我們的建設基金裡面 竟然 對於花蓮港的琢磨 您知道有多少嗎 局長 據我了解大概有兩筆 一個是一億五千萬的這個 多少 一億五千萬 一億五千萬在第幾頁 公共基礎的設施修繕 跟航道跟回溯船的水深測量等 您在這裡只有兩頁 一個是二十頁花蓮港區的一百萬 要做我們的回船池的這個水深測量一百萬 第二個是在我們的 二十四頁花蓮港區兩千五百萬 要做我們東 東防波提的我們的修補 修補的部分 部長 這是我們總統說的花東建設優先 就是這樣子 這是 所以本席要您站在那裡聽的就是 這是我們蔡總統說的花東建設優先 跟委員報一共有一億八千多 我想詳細的這個數字我再提 您看看 我們都看看第一頁好了 就在這裡 這個數字整理的清清楚楚 一百零六年到一百一十年 一百一十年到一百一十三年八年裡面 兩百五十四億九千萬所有的港口就在這裡 花蓮港呢 零 什麼都沒有 這就是您對花蓮港 您對花蓮港的規劃 部長 部長 我們要深淵啊 部長 您說 您說 給花蓮 有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現在鐵路 現在鐵路 就在做鐵路 我們的藍色的替代公路 您說 未來可以疏解我們鐵路 疏解公路 現在花蓮港 完全沒有做建設 完全沒有做修繩 什麼都沒有 八十年的老港口 部長 部長 謝謝 那個剛剛是航港建設基金的部分 另外港務公司的基金另外還有四億多 我現在對 董事長 現在才是我要問董事長您的 是 所以謝局長啊 虧您是我們觀光界人家欲為這個鬼才啊 但是您對花蓮 您也說只有太魯閣 然後其他您說不出來 跟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失望 是不是讓我跟許委員報告一下 事實上這個是預算呈現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 106年到110的這個五年計畫當中 在整個花蓮港是有將近五億的預算 那為什麼是五億呢 因為花蓮港 您別列在哪裡 這個就跟我們 這個就跟我們3300萬 要這個疏解我們觀光業 這個做疏解的這個疏困基金 然後三億 要做我們旅遊 來疏解 旅遊的這個觀光產業 三億的編列編在哪裡 用第二預備金嗎 沒有 到底在哪裡 一樣是一個空的 預算梳理通通有沒有 我跟委員報告 相關編列預算的這個計畫內容 我們會書面再提供 那我也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最主要是花蓮港 就像您剛講 它是一個80年的一個優良的港口 它目前的水深跟回船 回船 您講的這些 這些 本席都了解 對 另外我們也已經招商成功 風師爺 將會在我們的這個港市裡面投資一億 好 來 這是風師爺要來投資一億 強調在您之前的董事長 之前的什麼人 某某人 那個我不敢練 完全都沒有推動 這個是 我們來看看 我們的這個航運 來104年 您剛才說的有32艘 105年20艘 106年幾艘 在我們的網站上是看不到的 107年 108年的觀光油體通通有 但是106年到底在哪裡呢 你沒有做 任何的我們環境的改善修善 您要招商 您要有這麼多國際的郵輪 來到花蓮 這個 有可能嗎 是不是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委員在 瀏覽我們網頁的時候 確實是沒有那個資料 不過我們現在已經補證上去了 這個部分先跟委員說抱歉 好 我們來講縣港合一的部分 縣港合一的部分 從105年 104年又開始規劃 當初花蓮縣政府跟我們港公司 這個談 大家都非常非常樂見 籌組一個公司 然後比照高雄的模式 高雄的模式就是我們港公司 提出我們實行的細則還有章程出來 到現在還在紙上作業 完全沒有下文 第二個 105年完全沒有預算 我們的洛董經理說 這個還要立法院來通過 您沒有編列預算 何來通過 這個 106年也沒有預算 預算在哪裡 我是不是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跟七個國際港口 的地方政府都在合作 都有一個所謂的這個 合作的交流平台 那麼如果這個 將來合作開好的標的具體 而且這個成熟 就會像高雄一樣成立一個公司 那我們現在 花蓮分公司跟縣府 持續在對這個合作的這個標的 跟未來的這個工作的這個方向 還在探討當中 一旦成熟我們就會 有需要的話就會來成立公司 董事長啊 是 吳董事長 是 探討已經探討兩年了 一直不斷的在做平台的會議 不斷的探討 也不曉得這個探討 在您接任以後 會不會繼續再探討兩年 花蓮縣政府 只要港公司提出來的 要將所有的使用項目 變更使用執照 變更使用用途 變成商業用的使用 通通配合 通通全力的來配合 但是後續完全沒有 港公司就是高高在上 沒有沒有沒有 希望在我們吳董事長 您接任以後 是 能有任何進展 積極的積極的作為 就是說在我接任這個工作 不到一個月 我就去拜訪了縣長 我想這部分 我們還會都跟縣府 都來請議 所以本席在這裡要求 就兩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的韓港局 您對花蓮港的編列預算 您到底要編列在哪裡 對於我們環境 以及設備 如何去提升 才能將我們的觀光 以及我們的國際郵輪引進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不將自己港內整個配備 整個裝備好 怎麼可能 有 郵輪可以進來呢 你的設備不便利 不先進 不科技嘛 謝謝部長 我知道 真的很委屈您 可是這是 花東建設要優先 另外不能所有的建設經費 可以通通壓縮到花東基金 花東基金原來就是 補足地方基礎的建設 不足的部分 但是中央的預算 本來就該編列 所以 謝局長 請編列 給本席書面 以及我們吳董事長 希望在您的任內 能積極有所作為 將我們的縣港合一趕快推動 也非常樂見您招商成功 讓我們風師爺可以進駐 但是如何活化 以及我們趕快 將這個公司共同來推進 尤其是花蓮港 它地處非常 它有它的優劣性 優勢 它是我們 我們兩潭自行車道的中心點 往北到七星潭 往南到太平洋公園 以及我們往南的自行車道 都是整個鏈接起來的 未來我們要推動911的 這個大自行車 這個在跑的時候 這個都是需要去把它趕快鏈接起來 所以部長 請部長能統籌起來好嗎 謝謝 剛才許委員發言 真的 換聯港一毛錢都沒有 有了有了 我們在後面把書面資料給委員做參考 這個書面資料再跟許委員報告 好的好的 你自己的作為跟時間表你要定出來 好的好的 向許委員報告好不好 謝謝 我們這個 這一本裡面 預算署裡面 一塊錢都沒有 就是2500萬 再加100萬 2600萬 許委員我會幫你加油了好不好 謝謝 這跟客委會一樣 28億 只有1400萬在花蓮 8億7千萬在我們浪漫台三線 這叫什麼 花東建設優先 完全沒有 完全漠視花東人 完全漠視東部人 謝謝 謝謝許委員 謝謝 謝謝許委員 謝謝委員 接續請孔文 陳怡傑委員發言 陳怡傑 陳怡傑不在 劉士芳委員發言 劉士芳不在 楊政文委員發言 楊政文不在 鍾孔少委員發言 鍾孔少不在 李毅玲委員發言 李毅玲不在 周成秀霞委員發言 周成秀霞 周成秀霞不在 陳賴樹美委員發言 陳賴樹美 陳賴樹美不在 羅明財委員 羅明財 羅明財不在 陳廷菲委員發言 陳廷菲 陳廷菲 不在 我們請工作人員 那個 有關 提案 刪減的 能夠併案的 把它 工作準備好 因為 我發現很多委員 都在應付公都盟 把這個量充了那麼多 提案兩百多個合併起來 這樣 這樣子做也不是辦法 會 會 會影響到 整個議事的效率了 呃 這個拜託工作人員 處理一下好不好 好 登記執行委員 就已經發言完畢 哈 委員徐珍衛 所提的書面質詢 列入紀錄 並且刊登公報 那麼 針對本日的會議 做如下決議 報告及 尋答完畢 委員在執行中 要求提供相關書面資料 或為其答覆部分 請交通部盡速以書面答覆 航港建設基金 非營業預算 及台灣港務公司 有限公司營業預算 委員提案 截止收件 令定期進行處理 好 休息 星期三上午九時 繼續開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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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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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